侠客文章1点,人之所以痛苦,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 2点,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因为你自己的内心,你放不下。 3点,你永远要感谢给你秘境的众生。 4点,你永远要欢恕众生。 不论它有多坏,甚至它伤害过你,你一定要放下,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5点,当你快乐时,你要想,这快乐不是永恒的。 6点,当你痛苦时,你要想这痛苦,也不是永恒。 6点,今日的执着,会造成明日的后悔。 7点,你可以拥有爱,但不要执着,因为分离是必然的。 8点,不要浪费你的生命在你,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 9点,你失磨时候放下。 失磨时候就没有烦恼。 10点,每一种创伤,都是一种成熟。 11点,狂妄的人有救。 自卑的人没有救。 认识自己。 认识自己。 相扶自己。 改变自己。 才能改变别人。 12点,你不要,一直不满人家。 你应该一直,检讨自己才对。 不满人家。 是苦了你自己。 13点,一个人,如果不能从内心去原谅别人。 那他就永远不会心安理得。 14点,心中装满着自己的看法与想法的人。 永远听不见别人的心声。 15点,毁灭人,只要一句话。 陪直一个人却要千句话。 请你多口下留情。 16点,根本,不必回头去看,咒骂你的人是谁。 如果有一条,疯狗咬你一口。 难道你也要他,下去反咬他一口吗? 17点,永远,不要浪费你的一分一秒。 去想任何你不喜欢的人。 18点,请你用慈悲心和温和的态度。 把你的不满与委屈说出来。 别人就容易接受。 19点,同样的瓶子。 你为时不要装毒药呢? 同样的心理。 你为时不要充满着烦恼呢? 20点得不到的东西。 我们会一直以为他是美好的。 那是因为你对他了解太少。 没有时间与他相处在一起。 当有一天,你深入了解后,你会发现原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21点活的一天。 就是有福气。 就是有福气。 就该珍惜。 当我呼气我,没有鞋子穿的时候。 我发现有人却没有脚。 22点多一分心力去注意别人。 就少一分心力反省自己。 你懂吗? 23点。 别人增恨别人对自己是一种很大的损失。 24点。 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 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生命。 乃至于珍惜生命。 不了解生命的人。 生命对他来说。 是一种惩罚。 25点情直是苦恼的原因。 放下情直。 你才能得到自财。 26点不要害肯定自己的看法。 这样子比较少后悔。 27点。 当你对自己诚实的时候。 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欺骗得了你。 28点。 用伤害别人的手段来掩饰自己缺点的人。 是可耻的。 29点。 默默的关怀与祝福别人。 那是一种无形的不失。 30点。 不要刻意去猜测他人的想法。 如果你没有智慧与经验的正确判断。 通常都会有错误的。 31点。 只需要了解一个人。 只需要看他的出发点与目的的是否相同。 就可以知道他是否真心的。 32点。 人生的真理只是藏在平淡无畏之中。 33点不洗澡的人。 硬擦香水是不会香的。 名声与尊贵。 是来自于真才实学的。 有德自然香。 原谅别人。 就是给自己心中留下空间。 以便回旋。 34点。 时间总会过去的。 让时间流走你的烦恼吧。 35点。 你硬要把单纯的事情看得很严重。 那样子你会很痛苦。 36点。 永远扭曲别人善意的人。 无药可救。 37点。 说一句谎话。 要编造十句谎话来弥补。 何苦呢? 38点。 白白的过一天。 无所事事。 就像犯了窃盗罪一样。 39点。 广结众员。 就是不要去伤害任何一个人。 40点。 什么是毁谤最好的答复? 41点。 对人恭敬。 就是在庄严你自己。 42点。 拥有一颗无私的爱心。 便拥有了一切。 43点。 来世偶然的。 走势必然的。 所以你必须。 随缘不变。 不变随缘。 44点。 慈悲是你最好的武器。 45点。 只要面对现实。 你才能超越现实。 46点。 良心是每一个人最公正的审判官。 你骗得了别人。 却永远骗不了你自己的良心。 47点。 不懂得自爱的人。 是没有能力。 是没有能力去爱别人的。 48点。 有时候我们要冷静问问自己。 我们在追求实摩。 我们活着为了实摩。 49点。 不要因为小小的争执。 远离了你至亲的好友。 也不要因为小小的怨恨。 忘记了别人的大恩。 50点。 感谢上方我所拥有的。 感谢上方我所没有的。 51点。 凡事能站在别人的角度为他人着想。 这个就是慈悲。 52点。 说话不要有攻击性。 不要有杀伤力。 不夸己能。 不养人恶。 自然能化敌未有。 53点。 诚实的面对你内心的矛盾和污点。 不要欺骗你自己。 54点。 因果不曾亏欠过我们实摩。 所以请不要抱怨。 55点。 大多数的人一辈子只做了三件事。 自欺欺人被人欺。 56点。 信是最大的骗子。 别人能骗你一时。 而他却会骗你一辈子。 57点。 只要自觉心安。 东西南北都好。 如有一人未度。 切莫自己逃了。 58点。 当你手中抓住一件东西不放时。 你只能拥有这件东西。 如果你肯放手。 你就有机会选择别的。 人的心若死直自己的观念。 不肯放下。 那么他的智慧也只能达到某种程度而已。 59点。 如果你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一天。 那就是一种福气了。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成了残废。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失去了自由。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家破人亡。 60点你有你的生命观。 我有我的生命观。 我不干涉你。 只要我能。 我就敢化你。 如果不能。 那我就认命。 61点你希望掌握永恒。 那你必须控制现在。 62点恶口永远不要出自于我们的口中。 不管他有多坏。 有多恶。 你欲骂他。 你的心就被污染了。 你要想。 他就是你的善知识。 63点别人可以违背因果。 别人可以害我们。 打我们。 毁谤我们。 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憎恨别人。 为什麽? 我们一定要保有一颗完整的本性和一颗清静的心。 64点如果一个人没有苦难的感受。 就不容易对他人给予同情。 你要学救苦救难的精神。 就得先受苦受难。 65点世界原本就不是属于你。 因此你用不着好气。 要好气的是一切的执着。 万物皆为我所用。 但非我所属。 66点虽然我们不能改变周遭的世界。 我们就只好改变自己。 用慈悲心和智慧心来面对这一切。 2毫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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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也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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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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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莎士比亚真实爱情的途径并不平坦,莎士比亚无论男人女人,名誉是他们灵魂里面最切身的珍宝,谁偷窃我的钱能? 不过偷窃到有一些废物,一些虚无的幻职,她从我的手里转到她的手里,她也会做过千万人的奴隶。 可是谁偷窃我的名誉去?那么她虽然并不因此而富足,我却因为失去她而成为赤品了。 莎士比亚不要诬蔑你所不知道的真理,否则你将以生命的危险重重补偿你的过去。 莎士比亚仅仅一个人独善其身,那实在是一种浪费。 上天生下我们,是要把我们当作火炬,不是照亮自己,而是虎照世界。 因为我们的德行,不能推及他人,那就等于没有一样。 莎士比亚书籍是全人类的营养品。 莎士比亚爱情的鲜艳的容色和热烈的心,也会因困苦而起了变化。 莎士比亚最恶劣的事态,总有一天告一段落,或者逐渐恢复原状。 莎士比亚生活里没有书类,就好像没有阳光。 智慧里没有书类,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莎士比亚爱情里面,要是掺杂了和她本身无关的算计,那就不是真的爱情。 莎士比亚酱! 莎士比亚宁愿作一朵礼夏的夜花,不愿作一朵受恩惠的强悔。 与其风云献美,透去别人的欢欣,无名被众人所避弃 莎士比亚任何恶德的外表也都附着若干美德的标志 莎士比亚爱的力量是和平,从不顾理性成规和融入 她能使一切恐惧震惊和痛苦在身受时化作甜蜜莎士比亚不如意的婚姻好比试作地狱 一辈子鸡争额斗,不得安生相反的,选到一个称心如意的配偶 就能百年协和,幸福无穷 莎士比亚对人要和气 可是,不要过分狭逆 莎士比亚,如果一年到头如假日 岂不像连日工作那样疲乏莎士比亚 若是一个人的思想不能比飞鸟上升的更高 那就是一种卑微不足道的思想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无论一个人的天赋如何优异 外表或内心如何美好 也必须在他的德性的光辉照耀到他人身上发生了热力 再有感受他的热力的人把那热力反射到自己身上的时候 才能体会到他本身的价值 莎士比亚富贵不然和友谊的好坏无关 但是,贫穷却最能考验朋友增爱分明的真假 莎士比亚,不速之可致在告辞以后才最受欢迎 莎士比亚无言的纯洁的天真 往往比说话更能打动人心 莎士比亚与其做愚蠢的聪明人 不如做聪明的愚人 莎士比亚闪光的东西 并不都是精子 动听的语言 并不都是豪华 莎士比亚华下在富丽堂皇 也只是坟上楼阁 莎士比亚明治的人 绝不坐下来为失败而哀嚎 他们一定乐观地寻找办法来家一罐 就莎士比亚 道德和财义是远胜于富贵的资产 堕落的子孙可以把贵献的门毕败坏 把居负的财产当毁 可是道德和财义 却可以使一个凡人成为不配的神明 莎士比亚黑夜使眼睛失去它的作用 但却使耳朵的听觉更为灵敏 他虽然妨碍了视觉的活动 却给予了听觉加倍的补偿 莎士比亚自有戏剧以来 他的目的始终是反莎士比亚 充实思想 不在于言语的复利 莎士比亚在时间的大中上 只有两个字 现在 莎士比亚 简洁是智慧的灵魂 冗长是浮浅的早事 莎士比亚天外人的失败 都有事失败在做事不彻底 往往做到离成功上差 一步就终止不做了 莎士比亚情欲犹如叛婆 必须使她冷却 否则 那烈婆会把心儿烧 交莎士比亚对自己不信任 还会信任舍吗 和真理 莎士比亚心中充满旋律 能渗透到人们的心灵 莎士比亚 我的言语高高飞起 我的思想滞留底下 没有思想的言语 永远不会上升天界 莎士比亚的观点 莎士比亚美貌和智慧很少结合在一起 莎士比亚让我只点20个人做人的道理 凡是必须三思而行。 莎士比亚道德和财义是愿胜于富贵的资产。 堕落的子孙可以把贵钱的门帝败坏,把居负的财产当毁。 而道德和财义却可以使一个凡人成为不休的神明。 莎士比亚人若神经紧张,说东到西,就会犹豫不定,犯法事情耽误了。 耽误的结果是叫人丧至乞怜,寸不难移。 莎士比亚对人要和气,但不要侠逆。 莎士比亚起先的冷淡,将会是以后的恋爱更加热烈。 莎士比亚如果要别人成型,首先要自己成型。 莎士比亚当命运突然改变了心肠,把他的宠儿一脚踢下山坡的时候。 那些攀龙赴奉之徒,本也跟在他后面匍匐披群的。 这时候便冷眼看他跌落,没有一个人做他患难中的同伴。 莎士比亚才忍藏着锋利的牙齿。 莎士比亚忠诚因为努力的狂妄而变得逃避价值。 莎士比亚人生就像是一批用善恶的丝线交错成的布。 我们的善行必须受我们过去过失的鞭挞,才不会过分之高气扬。 我们的罪恶又赖我们的善行把他们掩盖,才不会完全绝望。 莎士比亚我可以教训二十个人。 吩咐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做这二十个人中间的一个。 旅行我自己的教训,我就要尽贴不明了。 莎士比亚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 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莎士比亚装傻的好也是要靠才行的。 他必须窥伺被他所取笑的人们的心情。 了解他们的身份,还得看准了时机。 然后像窥伺田眼前每一只鸟雀的原因一样。 每个机会都不放松。 这是一种和聪明人的艺术一样艰难的工作。 莎士比亚一切朋友都要得到他们忠贞的报仇。 一切仇敌都要尝到他们罪恶的苦碑。 莎士比亚没有得性的美貌,是转瞬即逝的。 可是因为在你的美貌之中,有一颗美好的灵魂。 所以你的美貌是永存的。 莎士比亚万事总须守全力派,不能再问良心莎士比亚爱和叛相同。 烧起来的没法叫他冷却。 莎士比亚一套衣服,一顶帽子的事要时髦不时髦。 对于一个人本来是没有什么相干的莎士比亚。 只需一阵烈风就能把乌云吹散。 并不是每块乌云都能引起一长风,到莎士比亚失去了成性。 就等同于敌人毁灭了自己。 莎士比亚我荒废了时间。 时间便把我荒废了。 莎士比亚爱情是叛奇吹起的一阵烟。 恋人的眼中要他进化了德火星。 恋人的眼泪是他激起的脱淘。 他又是最智慧的疯狂。 耿猴的苦味。 吃不到嘴的蜜糖。 莎士比亚青春是快原料。 迟早要制作成型。 莎士比亚青春的特征乃是动不动就要背叛自己。 即使身旁没有优惑的力量。 莎士比亚若有汗烟。 其实喜知莎士比亚一个骄傲的人。 结果总是在骄傲里毁灭了自己。 莎士比亚人的一生是短的。 但如果A列比过这短短的一生, 就太长了。 莎士比亚您的花言跳语。 对于了解您的人来说, 是足以泄露您的空虚和弱点。 莎士比亚人在不早运的时候总是带出一副老。 莎士比亚爱情不过是一种疯。 莎士比亚抱负不是勇敢。 认受才是勇敢。 莎士比亚自古红颜多过命。 莎士比亚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 多么高贵的灵性。 多么伟大的力量。 多么优美的仪表。 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 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 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 万物的灵长莎士比亚。 漂亮的铲发给俊俏的脸。 但平天光, 才莎士比亚。 直到再找不到对手, 才收藏起自己的剑锋。 莎士比亚人生苦短。 若虚度年华, 则短暂的人生就太长了。 莎士比亚, 九十上得来的朋友。 等到九尽尊空, 转眼成为路人。 莎士比亚时间老人自己是个秃顶。 所以直到世界末日也会有大群秃顶的徒子徒孙。 莎士比亚爱情不是花殷下的甜甜。 不是桃花圆中的蜜语。 不是青年的眼泪。 更不是死硬的强阔。 爱情是建立在共同语言的基础上的。 莎士比亚天色越是晴朗空明, 越显得浮云的浑浊。 莎士比亚名字有什么关系? 把玫瑰花叫做别的名称。 它还是照样芳香。 莎士比亚书集是人类知识的总结。 莎士比亚音乐有一种魅力。 可以感化人心向善。 也可以诱人走上堕落之路。 莎士比亚谁想要马高山移为平地。 当一座山推倒以后, 并一座山又已经堆了气, 来莎士比亚读药有时也能治。 并莎士比亚从各方面对习俗的质疑, 是每一个莎士比亚爱是一种甜蜜的痛苦。 真诚的爱情永不适走一条平坦的道路的。 莎士比亚没有力量的意志, 就如同假装士兵的莎士比亚生命的短促, 只有美德能将它流传到较远的后世。 莎士比亚时间正向一个屈颜覆式的主人。 对于一个领序的客人不过和他略为握握手。 对于一个新来的客人, 却伸开了两地, 非也似得过去抱住他。 欢迎是永远含笑的, 告别总是带着叹息。 莎士比亚不应当集于求成, 应当去熟悉自己的研究对象。 切而不舍, 时间会成全一切。 凡事开始最难。 然而,更难的是, 何以善终。 莎士比亚, 大海有改善。 热烈的爱却没有边界。 莎士比亚, 我们宁愿重用一个活跃的侏儒, 不要一个贪碎的巨人。 莎士比亚书提是人类知识的总统。 莎士比亚爱和叹相同。 烧起来的没法叫她冷却。 莎士比亚假如我必须死, 我会把黑暗当作新娘。 把她拥抱在我的怀里。 莎士比亚没有比更值更富的一尘。 看莎士比亚血液中的火焰逆燃烧起来。 最坚强的誓言也就等于草胆。 莎士比亚书提是全世界的营养品。 生活里没有书提就好像没有阳光。 智慧里没有书提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莎士比亚白糖上面浇蜂蜜,蜂蜜上面盖白糖。 莎士比亚心灵的伟大表现的并不明显。 因为莎士比亚尿泡虽大,无精,等。 平驼虽小鸭千金。 莎士比亚有德的妇人,即使容貌丑陋, 也是家庭的装饰。 莎士比亚书提是全世界的营养品。 生活里没有书提,就好像没有阳光。 智慧里没有书提,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莎士比亚演气的好像总是那三个人丈夫。 莎士比亚竟由爱走,还是爱竹竞天。 莎士比亚尤其是在魔令中生长的莎士比亚,爱和碳相同。 烧起来,得设法叫它冷却。 让它任意着。 那它就要把一颗心烧焦。 莎士比亚理智可以制定法律来约束感情。 可是热情激动起来,就会把冷酷的法令灭气不顾。 年轻人是一头不受拘束的野兔。 会跳过老年人所设立的理智的凡理。 莎士比亚你要看见朋友之间用的这不自然的礼貌的时候,就可以知道他们的感情已经摔落。 如果莎士比亚生命断促,只有美德能将它流传到辽远的后世。 莎士比亚不要指着月亮起事。 它是变化无常的,每个月都赢亏圆缺。 你要是指着它起事。 也许你的爱情也像它一样的无常。 莎士比亚最深刻的真理。 是最简单和最朴素。 莎士比亚朋友间必须患难相继。 那才能说得上是真正的友谊。 莎士比亚人世间的和光荣。 往往产生在罪恶之中。 为了身外的浮明,牺牲自己的良心。 莎士比亚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 行为才是中心的最好说明。 莎士比亚正像太阳会从乌云中叛出后来一样。 不依粗福,可以格外显出一个人的正直。 莎士比亚谁告诉我真话。 即使她的画里藏着死亡。 我也会像听人家恭维我一样听着她。 莎士比亚一切礼仪。 都是为了闻世那些虚应不适的行为。 言不由衷的欢迎,出尔反尔的殷勤而设立的。 如果有真实的友谊。 这些虚伪的情势就该一律并弃。 莎士比亚我承认天底下再没有比爱情的责罚更痛苦的。 也没有比不是她更快乐的事了。 莎士比亚抬门八字朝南开。 有礼物贤墨尽来。 莎士比亚忠诚的爱情充溢在我的心里。 我无法估计自己享有的财富。 莎士比亚时间会刺破青春的华丽精致。 会把平行片刻上美人的额角。 会吃掉西式珍宝。 天生立直。 蛇们都逃不过她横扫的镰刀。 莎士比亚英雄诗时把头逼。 凤凰落甲不如击莎士比亚。 任何一种兴趣都包含着天性中有心。 莎士比亚有力的理由造成有力的行动。 莎士比亚不太热烈的爱情才会维持久远。 莎士比亚抛弃时间的人时间抛弃她。 莎士比亚在紧张的行动中间言语。 不过是一口冷气。 莎士比亚良心无非是诺夫们所用的一个名词。 他们害怕强有力者。 解她来做旁塞。 莎士比亚洪水可以从涓滴的细流中发生。 莎士比亚爱情里要是掺杂了和她本身无关的算计。 那就不是真的爱情。 莎士比亚纯朴和忠诚所呈现的灵物。 纵是可取的莎士比亚有得必要勇。 正直的人绝不敢去。 莎士比亚行为无价宝。 甚为护身术。 莎士比亚有得必要勇。 正直的人绝不敢去。 莎士比亚为剑往往是非野心的阶梯。 凭借着她一步步踏上了高处。 当她一旦登上了最高的一级之后。 她便不再回顾那梯子。 她的眼光才夺目仰望云霄。 瞧不起她从前所视为凭借的低下的阶梯。 莎士比亚最理想的境地既不可达。 人往往不知退而求其次。 莎士比亚和狐狸打交道。 你必须比她更有心。 莎士比亚生平富足的圣士突然养成一匹诺夫。 困苦永远是坚强之母。 莎士比亚强有力的理由,产生强有力的行动。 莎士比亚熄灭吧! 熄灭吧! 瞬间的灯火。 人生指不过是行走着的影子。 莎士比亚要是在我们的生命之中。 理智和情欲不能保持平衡。 我们血肉的邪心就会引导我们到一个荒唐的结局。 可是我们有的是理智,可以冲淡我们汹涌的热情肉体的刺激和奔放的盈欲。 莎士比亚虽然权势是一头不值的熊,可是精子可以拉着他的鼻子走。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好久无需招牌。 莎士比亚有很多良友,剩余有很多财富。 莎士比亚无数人士的变化孕育在时间的黑胎里。 莎士比亚老实人从来不吃亏。 莎士比亚为的之前是请求。 记得之后是命令。 莎士比亚爱情的野心是人被受痛苦。 莎士比亚就是尚得来的朋友。 等到九尽尊空,转眼成为路人。 一片冬天的乌云刚刚出现。 这二飞虫们早就躲得不知续向了。 莎士比亚不管抛贴的时间怎样吞噬这一切。 我们要在这一席上存的时候,努力博取我们的生育。 使时间的镰刀不能伤害我们。 莎士比亚不良的习惯会随时阻碍你走向成明破例和享乐的路上去。 莎士比亚傻瓜的石顿是才子的磨刀石。 莎士比亚我们一个指头痛疼的时候,全身都会觉得难受莎士比亚善恶的区别。 在于行为的本身,不在于地位的幼无。 莎士比亚今天是个好兵士。 有了他就可以使人勇气百倍。 莎士比亚愚人的蠢事算不得提起,聪明人的蠢事才叫人笑痛肚皮。 因为他用全副的本领证明了自己的愚笨。 莎士比亚鬼必须要卫妆。 真比喜欢阳光。 莎士比亚爱比杀人重罪更难隐藏。 爱情的黑夜有中午的阳光。 莎士比亚爱你自己要爱在最后。 真爱那些恨你的人。 诚实比起不败会给你赢得列多的好处。 在你的右手里,永远举着温顺的和平之。 免得嫉妒之徒说贤话。 做人要公正,不要怕。 你所要达到的一切目的,应该是你的国家上帝和真理所要达到的目的。 莎士比亚谣言会把人们所控制的敌方军力增加一倍。 正向回声会把一句话化成两句话一样。 莎士比亚轻浮和虚荣是一个不知足的贪施者。 她在吞噬一切之后。 结果,必然牺牲在自己的贪欲之下。 莎士比亚老实人就是傻瓜。 虽然一片好心,莎士比亚谣言是一只凭着推测开仪和异度吹响的鼻子。 莎士比亚间接是智慧的灵魂。 仲长是否显得早是莎士比亚为师策找理由。 反而是该师策更明显莎士比亚习起那个怪物。 虽然是魔鬼,会昏掉一切的羞耻心。 也会做天使,把日积月累的美德善行薰陶成自然儿。 然而令人安之若素的家常便饭。 莎士比亚没有比正值更富的遗产。 莎士比亚统一的太阳照着他的宫殿。 也不曾比了我们的草屋。 日光是仪是同仁的。 莎士比亚诚实比起腐败会给你赢得更多的好处。 莎士比亚爱情不过是一种疯。 莎士比亚一个骄傲的人。 结果总是在骄傲中毁灭了自己。 莎士比亚爱是一种甜蜜的痛苦。 莎士比亚任何大人物的当事。 无论是国王的冠冕摄政的宝剑大将的穷雕。 或是法官的礼服。 都比不上仁慈那样更能衬托出他们的庄严高贵。 莎士比亚什么地位? 什么面子? 多少余人为了你这虚伪的外表? 而灵然而生为莎士比亚? 老实说,毕竟有许多大人物,尽管口口上拼命,好好拼命。 心里却一点也不喜欢他。 他能杀士比亚一个人无论有着什么器材亦能。 当然不把那种才能传达别人的身上。 他就等于一无所有。 也只有在他才能发展出去以后所博得的赞美声中,才可以认识他本身的价值。 莎士比亚爱的力量是和平。 从不顾理性成规和荣辱。 他能使一切恐惧震惊和痛苦在身受时化作甜蜜。 莎士比亚没有什么事是好的或坏的。 但思想却是其中有所不同。 莎士比亚人生就像于短重复叙述的故事。 一般可见莎士比亚有些人对你恭维不一口。 可全都不是患难朋友。 莎士比亚被认为是诚实的人都会感到心底。 有莎士比亚,你的舌头就像一匹快马。 他奔得太快,会把力气都奔完了。 莎士比亚放弃时间的人。 时间也放弃他。 莎士比亚命运如昌迹。 听见遭遗体,莎士比亚爱情里面要是掺杂了和他本身无关的算计。 那就不是真的爱情。 莎士比亚生命在发展中得到延长。 因为思想莎士比亚两个人骑一匹马。 总有一个人在扣念莎士比亚,要是不能把握时机。 就要终身蹭蹬,一事无成。 莎士比亚传播思想,无损于思想的传播者。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我们所要做的事,应该一想到就做。 因为人的想法是会变化的。 有多少舌头。 有多少舌头。 多少意外。 就会有多少犹豫。 多少舌头。 多少舌头。 沙士比亚。 你写诗句。 和他交换着爱情的纪念物。 在月夜。 她的窗前你用作作的声调唱着假作多情的诗篇。 你用头发编成的外环质戒。 虚滑的事物。 锁碎的玩具。 花束糖果。 这些可以强烈比骗有一个稚嫩的少女之心的信誓来偷得她的情。 你用诡计倒去了她的心。 莎士比亚我们粗心的错误。 往往不知看中我们自己所有的可贵的事物。 直至丧失了她们以后。 方式认识她们的真假。 我们的无比的增贤。 往往伤害了我们的朋友。 然后在在她们的坟墓之前追凶哀气。 莎士比亚浪子挥过的是她的祖业。 财迷葬送莎士比亚。 虽然全力是一头不值的穷。 可是金子可以拉着她的鼻子走。 如果莎士比亚仅仅仅一个人独善其身,那实在是一种浪费。 上天升上我们,是要把我们当作火炬。 不是照亮自己。 而是普照世界。 因为我们的德行上不能推其他人。 那就等于没有一样。 莎士比亚无瑕的名誉是世间最纯粹的珍珠。 莎士比亚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 行为才是中心的最好说明。 莎士比亚无数人的失败。 都是失败于做事情不彻底。 往往做到移成公子差一步就停下来。 莎士比亚女人是用耳朵恋爱的。 而男人如果会产生爱情的话, 却是用眼睛来恋爱。 莎士比亚时间是审查一切罪犯的最老恋的法官。 莎士比亚俏皮话就像练剑用的钻刀猴子。 怎样是也伤不了人。 莎士比亚朋友间必须是患难相继。 那才能说得上是真正的友谊。 莎士比亚志愿不过是记忆的努力。 总是有始无终,护头蛇尾。 像为熟些果子密布树烧。 一朝红烂就会移去之调。 莎士比亚一个人看不见自己的鼻子。 教堂屋顶上的风情标变幻莫测。 莎士比亚是当的悲衰可以表示感情的深切。 过度的伤心却可以证明智慧的欠缺。 莎士比亚恶人的友谊一下子就会变成恐惧。 恐惧会引起彼此憎恨。 憎恨的结果。 总有一方或双方得到就有赢得的死亡或破均。 莎士比亚谦虚是最高的科技功夫。 莎士比亚欺人的希望是一个宁人。 一个时刻。 当死神将要温柔地替人解除生命的羁绊的时候。 虚伪的希望却拉住他的手。 使人在困苦之中够言残喘。 莎士比亚尤其是小孩子的工作。 莎士比亚社会建筑在实力上头。 所以实力变莎士比亚有些人对你恭维不倚口。 可全都不是患难朋友。 莎士比亚一个人思虑太多。 就会失去做人的乐趣。 莎士比亚爱比杀人重罪更难隐藏。 爱情的黑夜有中午的阳光。 莎士比亚必又远。 春乃又寂。 又容。 得乃大莎士比亚一个人。 无论有着什么奇才亦能。 当然不怕那种才能传达到别人的身上。 他就等于一无所有。 沙士比亚皇上就跟我一样。 也是一个人罢了。 一朵紫罗兰花耳他闻起来。 跟我闻起来还不是一样。 他头上和我头上和顶着一方天。 他也不过用眼睛来看耳朵来听啊。 把一切融钱丢开。 还他一个赤裸裸的本乡。 那么他只是一个人罢了。 虽说他的心思寄托在比我们高出一层的事物上。 可是好比一只在云霄里飞翔的老鹰。 他有时也不免降落下来。 嬉戏在之后或地面上。 莎士比亚。 如果我们生命的天平平上。 一边没有理智的平凡平衡。 另一边情欲的平凡。 那么我们身上下流的预念。 就会把我们引导到荒唐后顶的结局。 莎士比亚。 不太热烈的爱情才会维持久远。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时间会刺破青春表面的彩世。 会在美人的额上绝身勾浅槽。 会失掉西式之真天生力直。 蛇们都逃不过他那横扫的镰刀。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衣服新的好。 朋友旧的好。 莎士比亚一个人思虑太多。 就会失去做人的乐趣。 莎士比亚人们在被命运卷宠的时候。 莎士比亚却强弱至于贤不孝。 都看不出什么分别来。 可是一旦为幸运所抛弃, 开始设立惊涛派浪的时候。 就好像有一把有力的大扇子。 把他们扇开了。 柔弱无用的都被扇去。 有毅力有操守的却会着力不动。 莎士比亚点燃了的火炬不是为了火炬本身。 就像我们的美德应该超过自己照亮别人。 莎士比亚良心这玩意而使人变胆怯。 想做小偷。 害怕谴责。 想谩骂重伤又怕事责。 良心是在人内心造反的最怕寂寞的家伙。 莎士比亚恋爱是盲目的。 恋人们瞧不见他们自己做干的傻事。 莎士比亚正直的人必须和正直的人为伍。 因为谁是那样刚强? 能够不受诱惑呢? 莎士比亚千言蹉跎。 来日无多。 二十例书。 请来问我。 摔草枯羊。 青春一过。 莎士比亚思想自由的精灵。 沙士比亚上一夜十二万三千四百五十六名言家。 巨作者。 明燕以名英国培根。 莎士比亚艳语。 哥德欧洲。 巴尔扎克。 高尔基毛泽东。 鲁逊余国。 法国。 马克斯。 富兰克。 林。 罗曼。 罗兰。 爱因斯坦。 泰戈尔。 维吾尔族。 爱陌生。 苏霍姆。 林斯基。 霍夫。 勒列宁。 西塞。 罗卢梭。 美国。 德国。 爱献生。 蒙田。 苏联。 日本。 阿拉伯契科夫。 俄罗斯。 蒙古。 俗恩。 德斯。 亚里士多。 德。 烈。 佛托尔斯。 佩。 更多名言家。 具分类。 人生。 爱情。 智慧。 真理。 时间。 科学。 思想。 人类。 生命。 工作。 劳动。 幸福。 友谊。 知识。 成功。 力量。 社会。 价值。 创造。 理想。 道。 得。 自然。 更多。 http. menzion. zesdic. com. slash. membrane. slash. n equals. percent. e. percent. a. percent. a. percent. percent. a. percent. a. percent. e. a. percent. nine. e. p. equals. b. three. 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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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e. t.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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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zon incre grades for 5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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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y I should take an oath before receiving the Dao? 第五章 為什麼要力求道? Chapter 6 How to save human beings? 第六章 如何求度眾生? Chapter 1 Why are they congratulating me on receiving the Dao? Ladies and gentlemen,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heartiest congratulations to you for this is your most auspicious day. Today you have received the Dao which is the ultimate aim of existence. All of the Buddhas and saints attained the Dao in the past and, by transcending the limitations of birth and death,had become immortal. That which you have received today is the same Dao. Formerly,one who intended to receive the Dao had to abandon worldly possessions and enjoyments. If he was a kind he had to abandon his kingdom. If he was a high official he had to resign his high position,leave his family and go to the remote mountains to seek a master who would transmit the Dao to him. After much suffering he would gradually perfect his conduct,purify his mind and heart and perform many good deeds. For his sincerity,God would send Buddha to transmit the Dao to him. Under such conditions a person able to succeed was hard to find. During that period the Dao was secretly transmitted from one patriarch to another. 第一章 为什么他们恭喜我求得天道? 各位先生太太小姐。 首先,让我衷心地恭喜你们。 因为今天是你们大喜的日子。 今天你们得了道,道是至宝,道超出了一切。 每一位古圣先前前佛祖皆于古代求得天道。 不他们能超出生死之界现而永存。 今天你们所得的道及同,他们其实所得的道一样。 在古时,人要得到必须弃他在世界上所拥有之一切与享受。 假如他是一位皇帝,也必须弃他的江山。 假如他是一位大,他必须舍弃他的绝。 离开家人,入深山寻访能够指点他土境,传授大道给他的名师。 在他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同时已将凡心修炼成佛心。 并以达至圆满之行为,以及做了许多善事。 在他制成之下,终于感动上天之心。 太仙佛来指点,传授大道给他。 在如此之情况下,成功者非常稀少。 在那时,道是由一代祖师秘传给下一代祖师。 今天中,要科书 coast封..? today we need not go to the remote mountains in order to cultivate ourselves… we may find the means to do so in our own environment… therefore we must take full advantage of our fortunate circumstances because we are in close proximity to the Tao… Why is the Tao so accessible to us at this time?It is because mankind is facing great calamities which signal the destruction of the human race. What is the cause of these calamities?In this modern age most people blindly worship technical science and neglect spiritual harmony. They believe that the power of mankind can surpass nature and that science is almighty and can solve all human problems.It would seem as though conscience or soul are only religious terms and had no real existence. Most people do not recognize their true selves which are indestructible and immortal.Actually,the true self is the master of the mortal body.Today most people have lost their consciences,harming others in order to benefit themselves. Those evils which human beings are now committing will cause great disasters the likes of which had never been witnessed before.This will be the final calamity in which the human race,the immortals of space,and the ghosts in hell will all be destroyed. 然而现在我们不需要到深山去,而我们一末修行,何以我们能如此容易就得到这事因为时代不同了。 现在人类面对结难之来临,末节就要来到,末节将会毁灭全人类。 结难是怎样造成的原因是在此经世纪,多数的人们共盲目崇拜科学,而不注重心灵的完善。 。 他们相信人类面,科学是高于一切,科学是万能,科学能且一切人类之问题。 而良心,灵性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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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 他是主持老我一身之主人翁。 如今世上的众生,大多数失去了真正的良心,他们造一切之罪恶,因此造成了空前绝后之浩劫。 我们称他为末节,在此浩劫中,不仅全世界的众生同时起天的大天,地府的鬼魂都要受殖灭。 however, God, of whose essence we are created, is merciful and compassionate and does not desire that the good people be destroyed along with the evil ones. So God has provided that the Tao be disseminated among mankind and has sent the great teachers, Buddha, Shikha and Bodhisat the Yui, to rescue the three kinds odd beings the immortals of space, human beings, and the ghosts in hell so that they may return to heaven together. Buddha, Shikha and Bodhisat the Yui are under the command of God and are responsible for transmitting the Tao to be three kinds of beings. Their duty is to manage the work called the last salvation. The salvation is formless and soundless and the transmission is performed without preaching. It directly points out the original nature, conscience or soul of mankind in order that people may realize their true nature and thereby become enlightened. 然而,此為我們靈性的至高無上之母親上帝,是非常的慈悲,一不忍善惡劇本。 因此,將下真道禀派名師寄公佛佛與悦惠胡薩將士挽救三曹起天之大仙。 世界的眾生,地府的鬼魂同返天堂。 ……我仙,是尊尊、尊尊、尊尊尊吽尊尊尊。 冇尊尊尊審! 。 他们的責任是半离陌后一收元、大士、不立文字, 教外别传。只知人心,只知人人,不有知良心,灵性是人们见自信而成佛。 When the last calamity arrives, nothing can save mankind except the true way, which is the Tao sent from God. That is why the Tao is widely propagated today to save good people. Ancient people first cultivated themselves and then received the Tao. But today we receive the Tao first and then cultivate ourselves. Therefore, after we have received the Tao we have to seriously cultivate ourselves. Then we shall automatically be safe from danger. Escape from calamities. Avoid reincarnation and become saints and buddhas. 当墨节灵头时,没有任何其他方法可以解救众生,除了上帝所降下的唯义之道。因此现在大道普渡善难敬语。 古人是先修后的,先修到然后才得到,现在我们是先的后修。因此得到以后,我们要真正修到,将来自然能逢凶化及,朵节比,难超生了死,成圣成佛。 Although it is easier for modern people to receive the Tao than it was for past generations, the ability to receive the Tao also depends on each person's condition and background. Today you receive the Tao because you have an affinity with our temple and you and your ancestors have performed many virtuous acts. Possibly you were cultivated in a religion in your previous lives. These conditions allow you to have an affinity for the Tao. Without this affinity you would never receive it. 虽然经人比古人更易得道,然而亦是各凭各知根基缘分。 今天你们得到皆因与佛有缘。天是有行善基德,祖天有德。也许天是有修或无大宗教或其他宗教。因此使你们今天有人得到。否则,将永不能得到。 Chapter 2 What is the Tao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 have received the Tao today, but what did you actually receive? What is the Tao? The Tao is the source of everything. Tao is the creator and master of the universe. Tao is God the supreme power. Before the earth and sky existed, before the creation of the universe. The Tao existed. After the universe is annihilated and nothing remains, the Tao will continue to exist and to create and control a new universe. The Tao is limitless, invisible and formless. It cannot be seen, heard, smelled or touched and is beyond the power of human comprehension. Tao activates everything. Yet we cannot see its action. It works without effort, yet nothing left and done. Man usually calls it nature. Nothing can exist without the Tao because everything depends on it. Tao is God and our soul issues from God as essence. We are God as children. 第二章蛇魔士道各位今天已经得到。究竟得的是蛇魔蛇魔士道道是天地人万物之母。道是宇宙之本人。创造者必及主宰者。道上帝,道至尊至贵之神。 当天地还未生之前,道一切都未有之前,道一天存在的。当天地毁灭后,道不毁灭,道能再生天地人万物。 天地人万物生成了,道其中主宰,道非常奥妙,道无形无相,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可嗅,不可捉摸,道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而不思议。 以不可言说,一切皆是道所为。然而我见不到道的动作,道是无为而为的。然一切莫不是道所为。 人们常称它为自然。 假若无道,任何遗物不能存在。因为一切都依靠道而的存。道上帝,我们之灵品是上帝所赐。我们是上帝之儿女,上帝是我们之天。 When we speak of the creator of the universe, we call it Tao. When we speak of the ruler of everything, we call it natural law. When we speak of the animating and controlling principle of our being, we call it soul or conscience. When we speak of the creator of our soul, we refer to the heavenly mother in Chinese, she is called Lao Mu. All are left be above are one and the same. 当我们从它作为宇宙之本人而言,称它为道。在它作为一切之主宰而言,我们称它为理。当它在我们体内,使我们生存病之配肉体时,我们称它为灵性或良心。 因为它赴争我们本性。因为它赴予我们本性。我们称它为老。这些名称虽亦而其亦相同。皆只同一物而言。 Now, what you have actually received is the Tao. Tao is everybody's true self. Today you have been initiated by the teacher and the door of your mind has been opened. Now you are able to understand that the body is not your true self. The body is controlled by the Tao within you. 现在你们的的就是道。道是每一个人的真我。今天你们以的名师之典,开了心跳。 现在你认识了宇宙体并非真正的你。而灵性才是真正的你。那位无情无相的。然而在支配你的身体的灵性。才是真正的你自己。 While you are alive your soul dwells within your body. As soon as the soul leaves your body you are dead. Your soul is from God, but your physical body is from your parents. You already had the Tao within you yet did not realize it. Therefore, you have had to search for it and had now been fortunate enough to find a teacher who was able to transmit it to you. Previously you believed that the physical body was your true self and behaved accordingly. You were selfish, committing misdeeds, acts of violence, and overindulging in physical pleasures. This condition repeatedly led you into a reincarnation and endless sufferings. Now you understand that your true self is not your physical body but only used the body as a vehicle. You are not limited to this physical body. You are boundless. You are the master of the universe because you have God as essence within you. You are full of mercy and love because you share of God as spirit. Most people today have forgotten all these spiritual characteristics and do not know who they really are. Today you are regaining your conscience your true self. 每个人活时,灵性在他体内,若灵性已离开,他立刻就死亡。灵性赋于天,而肉体由父母而来。 因此,事实上,我们已有道在身上。为何还要再寻求他?还要有点传师来传授?原因是我们已不认识他了。我们以为肉体真我而不知他原是假。因此我们变得自私。做了许多错事与罪恶。 为了使此色深。为了使此色深,享受如此时我们坠入轮回中,遭受无边痛苦。我们不知真正的我乃是灵性。而我们已不是景现于此肉身。我们是无限的广大。我们是宇宙之主宰。因我们的灵性与老是一体。 我们的本性充满了慈悲与爱心。因我们是老之分灵。然而现在人们都失去了这些品性。 你不知他究竟是谁今天我们得到事的回真我。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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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fucius asked, who can leave the house without using the door? Why do people not follow this way? 3. The way to heaven. A Buddhist sutra says, heaven is 108,000 miles away. These words are the metaphor which actually means that it was not easy to become enlightened because the true teacher was difficult to find and the Tao was not yet widely propagated. Without the pro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Tao, heaven seems very far away, but with a real understanding of the Tao, heaven is very near. Today your teacher has planned out the way for you and you may now ascend to heaven with one step. 第三章 可谓三宝 今天你们所得之志宝 可称为三宝 一玄关 二口诀 三合同 一地一宝 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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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尿 末测之门 玄关点传师向你们指点之处。 他有许多名称 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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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 大陸佛经云西天十万八千里,此事辟语,已成佛事不义之事,因为明诗难访,大道还未曝传。 然而,明诗经已指殿明明露,你一步登天。 4. The main entrance the heavenly portal is the main entrance. It is situated at the center and not to the left or right, above or below. This entrance was locked after your imperishable spirit entered the body at birth. If the heavenly portal is not unlocked by your teacher, your true self is not able to alleve the body by the main entrance at the time of death. Instead, it will have to alleve by one of the side gates a. A. The eyes, B. The ears, C. The mouth, D. The nose, E. The navel, F. The bird X. If your spirit leaves from the ears it is reborn as a viviparous animal, such as a horse, pig, cow, sheep, etc. The eyes it is reborn as an oviparous bird. C. Mouth it is reborn as a creature of the water, such as a fish, a lobster, etc. V. The nose it is reborn as an insect, such as a fly, a moth, a bee, etc. E. Navel it is reborn as an ordinary person. F. Vertex it is reborn as a wealthy and powerful person. 4. True or sec. 正門玄关是正門。 vers. 他正好位于当中bo. 4. 6. 4. 6. 7. 7. 7. 11. 10. 不欲明施止开玄关,灵忠实我们的灵性将无根门刻出离身体。 它只能由其他旁门出去,掩耳口必须其顶门。 如果灵性走旁门,亦由耳而出,者,来生当为开生之动物如马猪牛羊之类。 二由眼而出,者,来生当为卵生之动物如飞鸟之类。 三由口而出,者,来生当为师生之动物如鱼虾之类。 四由笛而出,者,来生当为化生之动物如苍蝇蜜蜂之类。 五由肚脐而出,者,来生当为平庸之人。 六由顶门而出,者,来生当为富贵之人。 上述之路能生死轮回之路,不能脱出生死之苦。 便传师便开玄关正门,这是通天之路。 我们不必再坠入轮回受苦。 但是我们必须要真修,否则,玄关最开。 我们的灵性仍不能返天,因我们还是充满罪恶。 灵性为罪恶所是不能自由从正门而出的。 五遍 On the altar symbolizes God. In the transmittal ritual, the teacher uses the incense to a lead a line of fire from the holy lamp to your heavenly portal. Then, using his finger, he connects God as spirit with your spirit so that they flow together as one, thereby enlightening you with God as spirit. This is the actual fulfillment of John S. Prophecy. 5. 6. The Holy Spirit of the Holy Spirit of God. 7. 8. 8. 9. 你们已见到点传师已相助从佛灯引来一条精致向你们的玄关 然后借点传师的手指点在你们的玄关之时 上帝一一的圣灵已点开了你们的心窍 照破了黑暗 现在你们可见到约翰之预言已经实现在你们身上 六点 Sakhyamuni Buddha said I have the great dharma which is hidden in the eyes This indicates the location of the heavenly portal 6 释迦牟尼佛云无有正法眼藏词与暗示玄关之以 Be the second treasure the divine mantra one You have now been given the divine mantra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remember it as it will save your life It is only to be used in extremely dangerous situations This mantra acts as a powerful spiritual distress signal to the divine forces Much like an SOS transmitted by radio waves It is to be projected mentally and silently with great concentration While at the same time focusing the eyes on the heavenly portland Holding the symbolic seal with the hands Powerful aid will immediately be sent to you in order to rescue you from danger If you sincerely cultivate yourself You will always remain under the refuge of Buddha 2第2宝口诀 青经或五字真经 你刚才传授口诀给你们 还记得吗?请再说一遍 当性命危险时你才用此宝 将真经默念口中 受暴和同 你将科被天佛救护 脱离为险 不过要注意此 寇觉竟能于性命为极之十方和运用 假若我们真诚修道 当然我们将受天佛之地有 2点 你看到天余能有什么 ゲーム的 but they do not fully understand how to implement and effect it. You now have this knowledge and are familiar with its application. 二心经 寇传心受由声音而达入无声音我知真心 由千经万点而达入真经真点 心经,心法,真空也,真我本性也 三点 The true teaching is transmitted from mind to mind. The true self, the I, the spirit, the mind all indicate the true center of man or his real essence and original indestructible nature which is identical with Tao. The human being is a microcosm, sharing all the attributes of the macrocosm. Since he is essentially divine, man only needs to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reality and align himself with it. The more pure and refined his nature, the more conscious he becomes of his relationship with the Tao. When he realizes that he is one with the Tao, he has become fully enlightened. 三一心传心口传心受 一老之心传于众生之真心 四者老的分灵之心也 C The third treasure the symbolic seal one. In Chinese, pa means to combine and to means all together. The symbolic seal which is formed by the two hands joined together as the golden seal which is formed by the two hands joined together as the golden seal which unites us with God. It is like a contract or mutual agreement which is the actual meaning of ha-toing between you and your heavenly mother. It acts as a signal, password, or passport. It is a spiritual instrument of identification, as well as symbol with many ramifications. Two When you hold the symbolic seal you are united with God. Three The left hand is good so it is placed on the outside, covering the right hand. The right hand is often used for evil purposes, such as beating and killing. The right hand is placed on the inside because of its evil propensities and is shielded by the left hand. Together the hands hold the word child which is formed by the two thumbs in proximity symbolizing the Chinese word hai which means child. This hand symbol acts as a direct signal to God. It serves to mobilize heavenly protection and causes the user to escape from any impending calamity. 4. Let us quote some words from the Bible Matthew 19 13-15 Some people brought children to Jesus for him to place his hands on and to pray for them, but the disciples scolded the people. Jesus said, Let the children come to me and do not stop them, because the kingdom of heaven belongs to them. He placed his hands on them and then went away. This event illustrates the power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symbolic seal. At that time Jesus placed his hands on the children as heads and explained that this is the way to God as kingdom. Today we hold the child symbol and realize that we are the children of God and are willing to return to God as presence. 3. 3. 3. 4. 6. 6. 6. 7. 9. 9. 10. 象征老四与我们的坚硬,表示我们以归根人。 我们首抱和同,表示我们要与老和成一起,同老一样。 是说与老和灵永不再分开。 二点和和同,同同和,抱起和同,能避延罗。 三点左手属善当在外,右手属恶居内边,子害将掐怀中抱,能脱酒大大截关。 四点现在,让我们引用圣经之语句,有一些人带孩子们到耶稣跟前,求耶稣为他们按手祝福。 但是,使徒们则被那些人,耶稣说,让孩子们到我这里来,不要阻止他们。 因为上帝的国是属于如此的人,耶稣为他们按手祝福然后离开。 从这件事,我们可了解,它是对和同之一种预言。 在那时,耶稣把手按在孩子头上并说,需如此方能返回天国。 如今我们守抱子海觉,并觉悟我们是上帝的儿子,且愿意回返上帝身边。 Chapter 4 Why do the introducer and the sponsor take an oath at the altar before you receive the vow from your teacher? Two persons take an oath at the altar, one as your introducer and one as your sponsor. Without these two persons, the vow will not be transmitted to you. The introducer vouches for your character and guarantees your good conduct. The sponsor guarantees that the vow is the true path and that the teachings are genuine. A vow is also taken to guarantee that any money which you may donate to the temple will only be used for the printing of books and other such noble purposes. 第四章 为什么引保要立愿在点师还未传道给你之前? 有两个人做你的引保师兼立愿引保你求道。 否则,点传师不可传道给你。 这两人保证你是好人,并发誓他们是引你入正道,并非左道旁门或邪教,他们并非狂红你的钱财,否则他们愿受天雷诸。 你奉献的功德经是来见佛堂,引善书,任何人也不能把它用在私人用途上。 第五章 为什么要立愿,每个人在为求道前,必须先立愿,表白他将诚心报道,即不泄露天机三宝给任何人。 Chapter 6 How to save human beings Now you have received the vow which is ineffable, sacred and sublime. You have just been saved by someone, So now you should try your best to spread these exalted teachings to your fellow human beings and urge your family, friends and acquaintances to receive the vow. This is of great merit for you because you are not only saving someone's physical body from disaster, but you are also saving his true self from the sufferings of reincarnation. Also you not only save that one person because, if he cultivates himself properly, he can also save seven generations of his offspring by his virtue. How great is your merit? 第六章 如何救度众生 如今你已得了大道至宝 你已被人救度 你也应该去救度别人 所以请你尽量的度你家人亲戚朋友求道 让他们一得蒙上天之恩典 此乃你莫大之功德 因为你不仅救了他的灵性脱离轮回之苦 并且救他的色身脱离劫难 同时你不仅仅是救了一人 同时你不仅是救了一人 假若他真羞 他将能以他的功德来超辣 他就选七组 你的功德和其大雅 第一颜色太平心脱了 他人都刚才能以外 最终的川面断 都还发现神戟 这两颜色太平心脱离到 在山外滴 内瓶子 这可能就在山外滴 但是在山外滴 就在山外滴 他不仅仅是救了一人 我在山外滴 伍作者 优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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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六十六条经典 六十六条经典禅 辖客文章一点 人之所以痛苦 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 二点 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 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 因为你自己的内心 你放不下 三点 你永远要感谢给你秘境的众生 四点 你永远要欢恕众生 不论它有多坏 甚至它伤害过你 你一定要放下 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五点 当你快乐时 你要想 这快乐不是永恒的 当你痛苦时 你要想这痛苦也不是永恒 六点 今日的执着 会造成明日的后悔 七点 你可以拥有爱 但不要执着 因为分离是必然的 八点 不要浪费 你的生命在你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 九点 你十磨时候放下 十磨时候就没有烦恼 十点 每一种创伤 都是一种成熟 十一点狂妄的人有救 自卑的人没有救 认识自己 相服自己 改变自己 才能改变别人 十二点 你不要一直不满人家 你应该一直检讨自己才对 不满人家 是苦了你自己 十三点一个人 如果不能从内心去原谅别人 那他就永远 不会心安理得 十四点 行中装满着自己的 看法与想法的人 永远听不见 别人的心声 十五点 毁灭人 只要一句话 陪直一个人 却要千句话 请你多口下留情 十六点 根本不必回头去看 咒骂你的人是谁 如果有一条疯狗咬你一口 难道你也要他下去翻咬他一口吗 十七点 永远不要浪费你的一分一秒 去想任何你不喜欢的人 十八点 请你用慈悲心和温和的态度 把你的不满与委屈说出来 别人就容易接受 十九点 同样的瓶子 你为十魔药装毒药呢 同样的心理 你为十魔药充满着烦恼呢 二十点得不到的东西 我们会一直以为他是美好的 那是因为你对他了解太少 没有时间与他相处在一起 当有一天 你深入了解后 你会发现原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二十一点活的一天 就是有福气 就该珍惜 当我呼气我没有鞋子穿的时候 我发现有人却没有脚 二十二点多一分心力去注意别人 就少一分心力反省自己 你懂吗 二十三点分恨别人对自己是一种很大的损失 二十四点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 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生命 乃至于珍惜生命 捕了解生命的人 生命对他来说 是一种惩罚 二十五点情 只是苦恼的原因 放下情职 你才能得到自在 二十六点不要太肯定自己的看法 这样子比较少后悔 二十七点 当你对自己诚实的时候 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欺骗得了你 二十八点 用伤害别人的手段来掩饰自己缺点的人 是可耻的 二十九点默默的关怀与祝福别人 那是一种无形的不知 三十点不要刻意去猜测他人的想法 如果你没有智慧与经验的正确判断 通常都会有错误的 三十一点要了解一个人 只需要看他的出发点与目的的是否相同 就可以知道他是否真心的 三十二点人生的真理 只是藏在平淡无谓之中 三十三点不洗澡的人 硬擦香水是不会香的 名声与尊贵 是来自于真才实学的 有得自然香 原谅别人 就是给自己心中留下空间 以便回旋 三十四点时间总会过去的 让时间留走你的烦恼吧 三十五点你硬要把单纯的事情看得很严重 那样子你会很痛苦 三十六点永远扭曲别人善意的人 无药可救 三十七点说一句谎话 要编造十句谎话来弥补 何苦呢 三十八点白白的过一天 无所事事 就像犯了窃到罪一样 三十九点广结众援 就是不要去伤害任何一个人 四十点审默是毁谤最好的答复 四十一点对人公敬 四十一点对人公敬 就是在庄严你自己 四十二点拥有一颗无私的爱心 便拥有了一切 四十三点来是偶然的 走是必然的 所以你必须 随缘不变 不变随缘 四十四点慈悲 是你最好的武器 四十五点只要面对现实 你才能超越现实 四十六点良心 是每一个人最公正的审判官 你骗得了别人 却永远骗不了你自己的良心 四十七点不懂得自爱的人 是没有能力去爱别人的 四十八点有时候 我们要冷静问问自己 我们在追求实魔 我们活着为了实魔 四十九点不要因为小小的争执 远离了你至亲的好友 也不要因为小小的怨恨 忘记了别人的大恩 五十点感谢上方我所拥有的 感谢上方我所没有的 五十一点凡事能站在别人的角度为他人着想 这个就是慈悲 五十二点说话 不要有攻击性 不要有杀伤力 不花己能 不扬人恶 自然能化敌为友 五十三点诚实的 面对你内心的矛盾和污点 不要欺骗你自己 五十四点因果 不曾亏欠过我们实魔 所以请不要抱怨 五十五点大多数的人一辈子只做了三件事 自欺欺人被人欺 五十六点信是最大的骗子 别人能骗你一时 而他却会骗你一辈子 五十七点只要自觉心安 东西南北都好 如有一人未度 切莫自己逃了 五十八点当你手中抓住一件东西不放时 你只能拥有这件东西 如果你肯放手 你就有机会选择别的 人的心若死持自己的观念 不肯放下 那摩擦的智慧也只能达到某种程度而已 五十九点如果你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一天 那就是一种福气了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成了残废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失去了自由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家破人亡 六十点你有你的生命观 我有我的生命观 我不干涉你 只要我能 我就敢化你 如果不能 那我就任运 六十一点你希望掌握永恒 那你必须控制现在 六十二点恶口永远不要出自于我们的口中 不管它有多坏 有多恶 你欲骂它 你的心就被污染了 你要想 它就是你的善知识 六十三点别人可以违背因果 别人可以害我们 打我们 毁谤我们 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憎恨别人 为什麽 我们一定要保有一颗完整的本性和一颗清静的心 六十四点如果一个人没有苦难的感受 就不容易对他人给予同情 你要学救苦救难的精神 就得先受苦受难 六十五点世界原本就不是属于你 因此你用不着抛弃 要抛弃的是一切的执着 万物皆为我所用 但非我所属 六十六点虽然我们不能改变周遭的世界 我们就只好改变自己 用慈悲心和智慧心来面对这一切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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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nguin.zestic.com/.menguin/.n It equals percent t a b percent a b percent t 5% a 3% AB % t6% 8th % 94% t4 percent p a 90 与其做愚蠢的智人 不如做聪明的愚人 莎士比亚天逊是最高的克己功夫。 莎士比亚后头的推测不过是一些玄空的希望。 实际的行动,才能够产生决定的结果。 莎士比亚爱情,它会随着全身的血液。 像思想一般迅速通过了五官四肢,使每一个器官发挥双倍的效能它使眼睛增加一重明亮。 恋人眼中的光芒可以使猛音炫目。 恋人的外耳朵听得出最为气的声音。 任何鬼祟的肩膜都逃不过它的知觉。 恋人的感觉以戴和蝸牛的触角还要为妙灵敏。 恋人的蛇头是善于变味的巴丘斯希腊九神,显得迟钝。 莎士比亚一个面具套不下所有人的脸。 莎士比亚你自己和你所有的一切。 倘若拿出来贡献于人士。 仅仅一个人独善其身。 那实在是一种浪费。 莎士比亚最后的结果确定工作的成败。 莎士比亚智慧是命运的一部分。 一个人所遭遇的外界环境是会影响他的头脑的。 莎士比亚我们做的坏事往往因为正好迎合下等人的口味,就被他们高声夸奖,说成是我们办的好事。 莎士比亚智慧是相不过是起义的奴隶。 生气勃勃地降生,但却很难成长。 莎士比亚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座圆谱。 我们的意志是这圆谱的人。 盯莎士比亚出门看天气。 上是万行,请莎士比亚春光不自流。 莫怪东风恶。 莎士比亚女人,你的名字是弱者。 莎士比亚自愿的贫困胜于不定的浮华。 穷说极欲的人,要是贪得无厌,比最贫困的而知足的人更是不幸的多了。 莎士比亚无言的纯朴所表示的情感,才是最丰富的。 莎士比亚无言的纯朴所表示的情感,才是最丰富的莎士比亚真正有感的人。 应当能够智慧地忍受最难堪的荣辱,不以身外的荣辱戒怀。 用习是宁忍的态度避免无谓的恨阔。 莎士比亚多听少说,接受每一个人的责任。 但是保留你的最后裁决。 莎士比亚点燃了的火炬不是为了火炬本身。 就像我们的美德应该超过自己照亮别人。 否则等于没用。 莎士比亚友谊在别的事情上都是可靠的。 在恋爱的事情上却不能信托。 所以恋人们都是用他自己的唇舌。 谁生着? 让他自己去传达情愫吧。 总不要请别人在牢。 因为美貌是一个女巫。 在她的魔力之下,忠诚是会在热情里溶解的。 莎士比亚世间的任何事物。 追求时候的性质总要比享用时候的性质浓烈。 一操心下水的船只扬帆出港的当儿。 多么像一个骄傲的少年。 给那轻狂的疯儿爱抚楼抱和事等到他回来的时候。 船身已遭风日的侵蚀。 船帆也变成了百节的拓纳。 他又多么像一个落魄的浪子。 给那轻狂的疯儿四亿七零莎士比亚真理,是永远蒙蔽不了的。 莎士比亚,一个本领超群的人,必须在一群敬敌之前, 成才能够显出他的不同凡俗的身手。 莎士比亚品性是一个人的内在。 名誉是一个的外貌。 莎士比亚世界上有一种人。 他们的脸上装出一副心如止水的神器, 故意表示他们的冷静。 好让人家称赞他们一生智慧生存,思想渊博。 他们的神器之间,好像说, 我的说话都是伦音天语。 我,要是一张开嘴唇来。 不许有一头狗乱叫我看透这一种人。 他们只是因为不说话, 博得了智慧的名声。 可是我可以确定说一句, 要是他们说起话来听见的人, 谁都会骂他们是傻瓜的。 莎士比亚每一个被束缚的奴隶都可以凭着他自己的手挣脱他的锁链。 莎士比亚凭着日归上前思的阴影。 你也能知道时间在偷偷地走向更古。 莎士比亚草率的婚姻少美满。 莎士比亚苦难可以试验一个人的品责。 非常的遭遇可以显出非常的气洁。 莎士比亚本来无望的是大胆成事往往能成功。 莎士比亚思想是生命的奴隶, 生命是时间的弄, 然莎士比亚庄严的大海产生蛟龙和金泥。 清浅的小河里只有一些公平足美味的鱼。 莎士比亚品性是一个人的内在, 名誉是一个人的外貌。 莎士比亚一个是性子的女人, 就像翻腾的灼水, 纵使口干舌灶, 也不愿错饮一口。 莎士比亚真实爱情的途径并不平坦。 莎士比亚无论男人女人, 名誉是他们灵魂里面最切身的珍宝。 谁偷窃我的钱能? 不过偷窃倒有一些废物, 一些虚无的患直。 她从我的手里转到她的手里。 她也会做过千万人的奴隶。 可是谁偷了我的名誉去? 那么她虽然并不因此而富足, 我却因为失去她而成为赤贫了。 莎士比亚不要误蔑你所不知道的真理。 否则你将以生命的危险重重补偿你的过去。 莎士比亚仅仅一个人独善其身, 那实在是一种浪费。 上天生下我们, 是要把我们当作火炬, 不是照亮自己, 而是鼓照世界。 因为我们的德行不能推其他人, 那就等于没有一样。 莎士比亚书极是全人类的营养品莎士比亚爱情的鲜艳的容色和热烈的心, 也会因困苦而起了变化。 莎士比亚最恶劣的事态总有一天告一段落, 或者逐渐恢复原状。 莎士比亚生活里没有书籍, 就好像没有阳光。 智慧里没有书籍, 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莎士比亚爱情里面, 要是掺杂了和他本身无关的算计, 那就不是真的爱情。 莎士比亚宁愿做一朵笔下的月花, 不愿做一朵受恩惠的强悔。 与其风云片美, 偷取别人的欢心, 无名被众人所避弃。 莎士比亚任何恶德的外表, 也都附着若干美德的标志。 莎士比亚爱的力量是和平, 从不顾理性成规和融入。 它能使一切恐惧震惊和痛苦, 在身受时化作甜蜜。 莎士比亚不如意的婚姻, 好比是做地狱。 一辈子鸡争额斗, 不得安生相反的, 劝道一个称心如意的配偶, 就能百年协和, 幸福无穷。 莎士比亚对人要和气, 可是不要过分狭逆。 莎士比亚如果一年到头如假日, 其不像连日工作那样提罚莎士比亚, 若是一个人的思想不能比飞鸟上升的更高, 那就是一种卑微不足道的思想。 莎士比亚无论一个人的天赋如何优异, 外表或内心如何美好, 也必须在她的德性的光辉照耀到她人身上发生了热力。 在有感受她的热力的人把那热力反射到自己身上的时候, 才能体会到她本身的价值。 莎士比亚富贵不然和有意的好坏无关, 但是贫穷却最能考验朋友增爱分明的真假。 莎士比亚不素知可致在告辞以后, 才最受欢迎。 莎士比亚无言的纯洁的天真。 往往比说话更能打动人心。 莎士比亚与其做愚蠢的聪明人, 不如做聪明的愚人。 莎士比亚闪光的东西, 并不都是精子。 动听的语言, 并不都是豪华沙士比亚华下在富丽堂皇, 也只是坟上楼阁沙士比亚明智的人, 绝不坐下来为失败而哀嚎。 他们一定乐观地寻找办法来加以一管, 就莎士比亚道德和财义是远胜于富贵的资产。 堕落的子孙可以把贵贤的门毕败坏, 把居负的财产当毁。 可是道德和财义, 却可以使一个凡人成为不配的神明。 沙士比亚黑夜使眼睛失去它的作用, 但却使卧耳朵的听觉更为灵敏。 它虽然妨碍了视觉的活动, 却给予了听觉加倍的补偿。 沙士比亚自有戏剧以来, 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沙士比亚充实思想, 不在于言语的负力。 沙士比亚在时间的大中上只有两个字, 现在沙士比亚间接是智慧的灵魂。 冗长是浮浅的早事。 沙士比亚天外人的失败, 都有事失败在做事不彻底。 往往做道理成功上差一步就终止不做了。 沙士比亚情欲犹如炭火, 必须使它冷却, 否则,那烈火会把心儿烧焦。 沙士比亚对自己不信任, 还会信任什么真理? 沙士比亚心中充满旋律, 能渗透到人们的心灵。 沙士比亚, 我的言语高高飞起。 我的思想滞留底下。 没有思想的言语, 永远不会上升天界。 沙士比亚美貌和智慧很少结合在一起。 沙士比亚让我只点20个人做人的道理, 倒还容易。 可是要我做这20个人中间的一个, 奉行自己的教训, 就没那么简单啦。 沙士比亚不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凡事必须三思而行。 沙士比亚道德和财义是远胜于富贵的资产。 堕落的子孙可以把贵钱的门帝败坏, 把居负的财产当毁。 而道德和财义却可以使一个凡人成为不休的神明。 沙士比亚人若神经紧张, 说东到西, 就会犹豫不定, 反吧事情耽误了。 耽误的结果是叫人丧至起怜, 寸不难移。 沙士比亚对人要和气, 但不要侠你。 沙士比亚起先的冷淡, 将会是以后的恋爱更加热烈。 沙士比亚如果要别人成性, 首先要自己成性。 沙士比亚当命运突然改变了心肠, 把她的宠儿一脚踢下山坡的时候。 那些潘龙赴凤之徒, 本叶根在她后面匍匐披平的, 这时候便冷眼看她跌落, 没有一个人做她患难中的同伴。 沙士比亚才忍藏着锋利的牙齿, 沙士比亚忠诚因为努力的狂妄而变得好比价值。 沙士比亚人生就像是一批用善恶的丝线交错成的布。 我们的善行必须受我们过去过失的边塌, 才不会过分趾高气扬。 我们的罪恶又赖我们的善行把他们掩盖, 才不会完全绝望。 沙士比亚, 我可以教训二十个人, 吩咐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做这二十个人中间的一个。 旅行我自己的教训, 我就要尽贴不明了。 沙士比亚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 生活里没有书籍, 就好像没有阳光。 智慧里没有书籍, 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沙士比亚装傻得好也是要靠财情的。 他必须窥似被他所取笑的人们的心情。 了解他们的身份, 还得看准了时机。 然后像窥似舔眼前每一只鸟雀的原因一样。 每个机会都不放松。 这是一种和聪明人的艺术一样艰难的工作。 沙士比亚一切朋友都要得到他们忠贞的报仇。 一切仇敌都要尝到他们罪恶的苦碑。 沙士比亚没有德性的美貌是转瞬即逝的。 可是因为在你的美貌之中有一颗美好的灵魂, 所以你的美貌是永存的。 沙士比亚万事总须守权利派不能再问良心沙士比亚爱和叹相同。 烧起来的没法叫他冷却。 沙士比亚一套衣服,一顶帽子的事要时髦不时髦。 对于一个人的来世没有什么相干的沙士比亚只需一阵裂风就能把乌云吹散, 并不是每块乌云都能引起一长风, 到沙士比亚失去了成性。 就等同于敌人毁灭了自己。 沙士比亚我荒废了时间。 时间便把我荒废了。 沙士比亚爱情是叹息吹起的一阵烟。 恋人的眼中有他进化了德火星。 恋人的眼泪是他激起的脱抠。 他又是最智慧的疯狂。 更猴的苦味,吃不到嘴的蜜糖。 沙士比亚青春是快原料。 迟早要制作成形。 沙士比亚青春的特征乃是动不动就要背叛自己。 即使身旁没有优惑的力量。 沙士比亚青春是快原料。 沙士比亚若有汗烟。 沙士比亚若有汗烟。 沙士比亚一个骄傲的人。 结果总是在骄傲里毁灭了自己。 沙士比亚人的一声是短的。 但如果A列比过这短短的一声,就太长了。 沙士比亚您的花言跳语,对于了解您的人来说,是足以泄露您的空虚和弱点。 沙士比亚人在不遭运的时候总是带出一副老。 沙士比亚爱情不过是一种疯。 沙士比亚抱负不是勇敢,忍受才是勇敢。 沙士比亚自古红颜多过命。 沙士比亚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灵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沙士比亚漂亮的产发给俊俏的脸但平天光彩。 沙士比亚直到再找不到对手,才收藏起自己的剑锋。 沙士比亚人生苦短,若虚度年华,则短暂的人生就太长了。 沙士比亚就是上得来的朋友,等到就近尊空,转眼成为路人。 沙士比亚时间老人自己是个秃顶。 所以直到世界末日也会有大群秃顶的徒子徒孙。 沙士比亚爱情不是花映下的甜甜,不是桃花圆中的蜜语。 不是青年的眼泪,更不是死硬的强阔。 爱情是建立在共同语言的基础上的。 沙士比亚天色越是晴朗空明,越显得浮云的混浊。 沙士比亚名字有什么关系把玫瑰花叫做别的名称? 他还是照样方向。 沙士比亚书集是人类知识的纵结。 沙士比亚音乐有一种魅力,可以感化人心向善,也可以救人走上堕落之路。 沙士比亚谁想要马高山移为平地。 当一座山推倒以后,并一座山又已经堆了气,来沙士比亚读。 要有时也能治病。 沙士比亚从各方面对习俗的质疑,是每一个沙士比亚爱是一种甜蜜的痛苦。 真诚的爱情永不是走一条平坦的道路的。 沙士比亚没有力量的意志,就如红假装士兵的沙士比亚生命的短促,只有美德能将它流传到较远的后世。 沙士比亚时间正像一个屈颜覆式的主人,对于一个领序的客人不过和他略为握握手。 对于一个新来的客人,却伸开了两地,非也似得过去抱住他。 欢迎是永远寒笑的,告别总是带着叹息。 沙士比亚不应当及于求成,应当去熟悉自己的研究对象。 切而不舍,时间会成全一切。凡事开始最难。 然而更难的是何以善终? 沙士比亚大海有改善,热烈的爱却没有边界。 沙士比亚我们宁愿重用一个活跃的侏儒,不要一个贪碎的巨人。 沙士比亚书记是人类知识的总统。 沙士比亚爱和叹相同,烧起来的没法叫他冷却。 沙士比亚假如我必须死,我会把黑暗当作新娘。 把他拥抱在我的怀里。 沙士比亚没有比更值更富的仪。 沙士比亚血液中的火焰依然烧起来。 最坚强的誓言也就等于好感。 沙士比亚书记是全世界的营养品。 生活里没有书记就好像没有阳光。 智慧里没有书记就好像鸟儿没有肾膀。 沙士比亚白糖上面浇蜂蜜,蜂蜜上面盖白糖。 沙士比亚心灵的伟大表现的并不明显。 因为沙士比亚尿泡虽大,无精氧。 平驼虽小鸭千金。 沙士比亚有德的妇人,即使容貌丑陋, 也是家庭的装饰。 沙士比亚书记是全世界的营养品。 生活里没有书记就好像没有阳光。 智慧里没有书记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沙士比亚也气得好像总是那三个人丈夫。 沙士比亚竟由爱早还是爱竹竞签。 沙士比亚尾竞签。 沙士比亚尤其是在磨炼中生长的沙士比亚,爱和炭相同。 烧起来,得设法叫他冷却。 让他任意着。 那他就要把一颗心烧焦。 沙士比亚理智可以制定法律来约束感情。 可是热情激动起来,就会把冷酷的法令灭气不顾。 年轻人是一头不受拘束的野兔。 会跳过老年人所设立的理智的繁离。 沙士比亚你要看见朋友之间用的这不自然的礼拜的时候。 就可以知道他们的感情已经衰落。 沙士比亚生命断促。 只有美德能将它流传到辽远的后世。 沙士比亚不要指着月亮启示。 它是变化无常的。 每个月都赢亏缘缺。 你要是指着它启示。 也许你的爱情也像它一样的无常。 沙士比亚最深刻的真理。 是最简单和最朴素。 沙士比亚朋友间必须患难相继。 那才能说得上是真正的友谊。 沙士比亚人是天的和光荣。 往往产生在罪恶之中。 为了身外的福明。 牺牲自己的良心。 沙士比亚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 行为才是中心的最好说明。 沙士比亚正像太阳会从乌云中探出喉来一样。 不依粗福。 可以格外显出一个人的正直。 沙士比亚谁告诉我真话。 即使她的画里藏着死亡。 我也会像听人家恭维我一样听着她。 沙士比亚一切礼仪。 都是为了闻世那些虚应不适的行为。 言不由衷的欢迎。 出耳反耳的殷勤而设立的。 如果有真实的友谊。 这些虚伪的情势就该一律并弃。 沙士比亚我承认天底下再没有比爱情的则罚更痛苦的。 也没有比不是她更快乐的事了。 沙士比亚开门八字朝南开。 有礼物险莫尽来。 沙士比亚忠诚的爱情充益在我的心里。 我无法估计自己享有的财富。 沙士比亚时间会刺破青春的华丽精致。 会把平行片刻上美人的额角。 会吃掉西式珍宝。 天生立直。 蛇们都逃不过她横扫的镰刀。 沙士比亚英雄诗时把头逼。 凤凤凰落架不如击。 沙士比亚。 任何一种兴趣都包含着天性中有清。 沙士比亚有力的理由造成有力的行动。 沙士比亚不太热烈的爱情才会维持久远。 沙士比亚抛弃时间的人。 时间抛弃她。 沙士比亚在紧张的行动中间。 言语不过是一口冷气。 沙士比亚良心无非是诺夫们所用的一个名词。 他们害怕强有力者。 解她来做旁塞。 沙士比亚洪水可以从涓滴的细流中发生。 沙士比亚爱情里要是掺杂了和她本身无关的算计。 那就不是真的爱情沙士比亚淳朴和忠诚所呈现的礼物。 纵是可取的沙士比亚有得比又勇。 正直的人绝不甘确。 沙士比亚为剑,甚为护身术。 沙士比亚有得比又勇。 正直的人绝不甘确。 沙士比亚为剑,往往是非野心的阶梯。 凭借着她一步步爬上了高处。 当她一旦登上了最高的一级之后。 她便不再回顾那批子。 她的眼光彩多目仰望云霄。 瞧不起她从前所视为凭借的低下的阶梯。 沙士比亚最理想的境地既不可达。 人往往不支退而求其次。 沙士比亚和狐狸打交道。 你必须比她更有心。 沙士比亚生平富足的圣士突然养成一匹诺夫。 困苦永远是坚强之母。 沙士比亚强有力的理由产生强有力的行动。 沙士比亚熄灭吧,熄灭吧,瞬间的灯火。 人生只不过是行走着的影子。 沙士比亚要是在我们的生命之中。 理智和情欲不能保持平衡。 我们血肉的血腥就会引导我们到一个荒唐的结局。 可是我们有的是理智,可以冲淡我们汹涌的热情肉体的刺激和奔放的盈欲。 沙士比亚虽然全是一头不值的熊,可是精子可以拉着他的鼻子走。 沙士比亚好久无需招牌。 沙士比亚有很多良友,剩余有很多财富。 沙士比亚无数人世的变化孕育在时间的黑胎里。 沙士比亚老实人从来不吃亏。 沙士比亚为的之前是信求。 记得之后是命令。 沙士比亚爱情的野心是人被受痛苦。 沙士比亚就是尚得来的朋友。 等到久近尊空,转眼成为路人。 一片冬天的乌云刚刚出现。 这二飞虫们早就躲得不知续向了。 沙士比亚不管抛贴的时间怎样吞噬这一切。 我们要在这一切上存的时候,努力博取我们的生育,使时间的镰刀不能伤害我们。 沙士比亚不良的习惯会随时阻碍你走向成名破例和享乐的路上去。 沙士比亚傻瓜的持钝是才子的磨刀石。 沙士比亚我们一个指头痛疼的时候,全身都会觉得难受沙士比亚善恶的区别。 在于行为的本身,不在于地位的又无。 沙士比亚今天是个考兵士。 有了他就可以使人勇气百倍。 沙士比亚愚人的蠢事,算不得提起。 聪明人的蠢事才叫人笑捅肚皮。 因为他用全副的本领证明了自己的愚笨。 沙士比亚。 沙士比亚鬼必须要卫妆。 真比喜欢阳光。 沙士比亚爱比沙人重罪更难隐藏。 爱情的黑夜有中午的阳光。 沙士比亚。 沙士比亚爱你自己要爱在最后。 真爱那些恨你的人。 诚实比起腐败会给你赢得劣多的好处。 在你的右手里,永远举着温顺的和平之。 免得基督之徒说贤话。 做人要公正,不要怕。 你所要达到的一切目的,应该是你的国家上帝和真理所要达到的目的。 沙士比亚谣言会把人们所控制的敌方军力增加一倍。 正向回声会把一句话化成两句话一样。 沙士比亚轻浮和虚荣是一个不知足的贪食者。 他在吞噬一切之后。 结果必然牺牲在自己的贪欲之下。 沙士比亚老实人就是傻瓜。 虽然一片好心。 沙士比亚谣言是一只凭着推测猜疑和异度吹响的鼻子。 沙士比亚间接是智慧的灵魂。 肉肠是否浅得早是沙士比亚为施策找理由。 反而是该施策更明显沙士比亚习起那个怪物。 虽然是魔鬼。 会昏掉一切的羞恥心。 也会做天使。 把日积月累的美德善行熏陶成自然而。 然而令人安之若素的家常便饭。 沙士比亚没有比正直更富的遗产。 沙士比亚统一的太阳照着他的宫殿。 也不逢比了我们的草屋。 日光是一视同仁的。 沙士比亚诚实比起腐败会给你赢得更多的好处。 沙士比亚爱情不过是一种疯。 沙士比亚一个骄傲的人。 结果总是在骄傲中毁灭了自己。 沙士比亚爱是一种甜蜜的痛苦。 沙士比亚任何大人物的当事。 无论是国王的冠冕摄政的宝剑大将的穷标。 或是法官的礼服。 都比不上仁慈。 那样更能衬托出他们的庄严高贵。 沙士比亚什么地位? 什么面子? 多少余人为了你? 这虚伪的外表而凌。 然而,生为沙士比亚。 老实说,毕竟有许多大人物,尽管口头上拼命,好好拼命。 心里却一点也不喜欢他。 他能杀士比亚一个人无论有着什么器材亦能。 当然不把那种才能传达别人的身上。 他就等于一无所有。 也只有在他才能发展出去以后所博得的赞美声中, 才可以认识他本身的价值。 沙士比亚爱的力量是和平。 从不顾理性成规和荣辱。 他能使一切恐惧震惊和痛苦在身受时化作甜蜜。 沙士比亚没有什么事是好的或坏的。 但思想却是其中有所不同。 沙士比亚人生就像于短重复叙述的故事。 一般可见沙士比亚有些人对你恭维不离口。 可全都不是患难朋友。 沙士比亚被认为是诚实的人都会感到心底。 有沙士比亚你的舌头就像一匹快马。 他奔得太快, 会把力气都奔完了。 沙士比亚放弃时间的人。 时间也放弃他。 沙士比亚命运如昌迹。 听见遭遇起沙士比亚爱情里面要是掺杂了和他本身无关的算计。 那就不是真的爱情。 沙士比亚生命在发展中得到延长。 因为思想沙士比亚两个人起一匹马。 总有一个人在后面沙士比亚要是不能把握时机。 就要终身蹭蹬一事无成。 沙士比亚传播思想。 无顺于思想的传播者。 沙士比亚我们所要做的事。 应该一想到就做。 因为人的想法是会变化的。 有多少舌头? 多少手? 多少意外? 就会有多少忧郁? 多少食言? 沙士比亚你写诗句。 和他交换着爱情的纪念物。 在月夜,他的窗前你用作作的声调唱着假作多情的诗篇。 你用头发编成的外环质戒。 虚滑的事物。 锁碎的玩具。 锁碎的玩具。 花束糖果。 这些可以强烈比骗有一个稚嫩的少女之心的信誓来偷得她的情。 你用诡计。 你用诡计倒去了她的心。 沙士比亚我们粗心的错误。 往往不知看重了我们自己所有的可贵的事物。 直至丧失了她们以后,方式认识她们的真假。 我们都无比的增贤。 我们都无比的增贤。 往往杀害了我们的朋友。 然后,在她们的坟墓之前追凶哀气。 沙士比亚浪子挥过的是她的祖业。 财迷葬送沙士比亚。 虽然全力是一头不值的穷。 可是金子可以拉着她的鼻子走沙士比亚。 仅仅一个人独善其身。 那实在是一种浪费。 上天升上我们。 是要把我们当作火炬。 不是照亮自己。 而是普照世界。 因为我们的德行上不能推及他人。 那,就等于没有一样。 沙士比亚无侠的名誉是世间最纯粹的珍珠。 沙士比亚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 行为才是中心的最好说明。 沙士比亚无数人的失败。 都是失败于做事情不彻底。 往往做到一成公指差一步就停下来。 沙士比亚。 女人是用耳朵恋爱的。 而,男人如果会产生爱情的话。 却是用眼睛来恋爱。 沙士比亚时间是审查一切罪犯的最老恋的法官。 沙士比亚俏皮话就像练剑用的锻刀猴子。 怎样是也伤不了人。 沙士比亚朋友间必须是患难相继。 那才能说得上是真正的友谊。 沙士比亚志愿不过是记忆的努力。 总是有始无忠,虎头蛇尾。 像未熟些果子密布树烧。 一朝红烂就会移去之条。 沙士比亚一个人看不见自己的鼻子。 教堂屋顶上的风情标变幻莫测。 沙士比亚适当的悲衰可以表示感情的深切。 过度的伤心却可以证明智慧的欠缺。 沙士比亚恶人的友谊一下子就会变成恐惧。 恐惧会引起彼此憎恨。 憎恨的结果。 总有一方或双方得到就有赢得的死亡或破均。 沙士比亚谦虚是最高的科技功夫。 沙士比亚欺人的希望是一个命人。 一个时刻。 当死神将要温柔地替人解除生命的羁绊的时候。 虚伪的希望却拉住他的手。 使人在困苦之中构言残喘。 沙士比亚。 沙士比亚尤其是小孩子的工作。 沙士比亚社会建筑在实力上头。 所以实力因沙士比亚有些人对你恭维不倚口。 可全都不是患难朋友。 沙士比亚。 沙士比亚一个人思虑太多。 就会失去做人的乐趣。 沙士比亚爱比沙人重罪更难隐藏。 爱情的黑夜有中午的阳光。 沙士比亚必又远。 春奈又寂。 有容。 得乃大沙士比亚一个人。 无论有着什么器材亦能。 当然不把那种才能传达到别人的身上。 他就等于一无所有。 沙士比亚皇上就跟我一样。 也是一个人罢了。 一朵紫罗兰花而他闻起来。 跟我闻起来还不是一样。 他头上和我头上和顶着一方天。 他也不过用眼睛来看耳朵来听啊。 把一切融钱丢开。 还他一个赤裸裸的本乡。 那么他只是一个人罢了。 虽说他的心思寄托在比我们高出一层的事物上。 可是好比一只在云霄里飞翔的老鹰。 他有时也不免降落下来。 吸吸在之后或地面上。 沙士比亚。 如果我们生命的天平平上。 一边没有理智的平衡平衡。 另一边情欲的平衡。 那么我们身上下流的欲念。 就会把我们引导到荒唐透顶的结局。 沙士比亚。 不太热烈的爱情才会维持久远。 沙士比亚时间会刺破青春表面的彩世。 会在美人的额上绝身勾潜逃。 会失掉西式之真天生立直。 蛇们都逃不过他那横扫的镰刀。 沙士比亚衣服新的好。 朋友旧的好。 沙士比亚。 一个人思虑太多。 就会失去做人的乐趣。 沙士比亚人们在被命运眷宠的时候。 勇却强弱至于前不孝。 都看不出什么分别来。 可是一旦为幸运所抛弃。 开始设立惊涛派浪的时候。 就好像有一把有力的大扇子。 把他们扇开了。 柔若无用的都被扇去。 有毅力有操守的却会着力不动。 沙士比亚点燃了的火炬不是为了火炬本身。 就像我们的美德应该超过自己。 照照亮别人。 沙士比亚良心这玩意而使人变胆怯。 想做小偷。 害怕谴责。 想谩骂重伤又怕事责。 良心是在人内心造反的最怕寂寞的家伙。 沙士比亚恋爱是盲目的。 恋人们瞧不见他们自己所干的傻事。 沙士比亚正直的人必须和正直的人为伍。 因为谁是那样刚强。 能够不受诱惑呢? 沙士比亚千言蹉跎。 来日不多。 二十立书。 请来问我。 摔草枯羊。 青春一波。 沙士比亚思想自由的精灵。 沙士比亚上一夜十二万三千四百五十六名言家具作者。 明艳以名英国。 培根。 沙士比亚。 艳语。 哥德。 欧洲。 丹尔扎克。 高尔基。 毛泽东。 鲁逊于果。 法国。 马克斯。 富兰克。 林。 罗曼。 罗兰。 爱因斯坦。 泰哥。 尔维吾尔族。 爱莫生。 苏霍姆。 林斯基。 霍夫。 勒列宁。 西塞。 罗鲁。 美国。 德国。 爱献生。 蒙田。 苏联。 日本。 阿拉伯契科。 苏俄罗斯。 蒙古。 卒恩。 德斯。 亚里士多。 德。 勒列。 佛佛尔斯。 佩。 更多名言家具分类。 人生。 生活。 爱情。 智慧。 真理。 时间。 科学。 思想。 人类。 生命。 工作。 劳动。 幸福。 友谊。 知识。 成功。 力量。 社会。 价值。 创造。 理想。 道德。 自然。 更多。 http. colon. menzion. zesdic. dot com. slash. membrane. slash. n. equals. percent. e. percent. e. percent. percent. e. percent. a. three. percent. a. e. percent. e. percent. e. percent. percent. e. NP equals 6. B3 TREASRU is a DAO. 三 薄心法主讲者 五 精妙翻译者 Mr. Jerome William McCarthy Index. 目录 Chapter 1 Why are they congratulating me on receiving the DAO? 第一章 为什么他们恭喜我求得天道 Chapter 2 What is the DAO? 第二章 蛇魔士道 Chapter 3 What are the three treasures? 第三章 何谓三宝 Chapter 4 Why do the introducer and the sponsor take an oath at the altar? 第四章 为什么赢保药力 愿 Chapter 5 Why should I take an oath before receiving the DAO? 第五章 为什么药力求到 愿 Chapter 6 How to save human beings? 第六章 如何求度众生 Chapter 1 Why are they congratulating me on receiving the DAO? ladies and gentlemen,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heartiest congratulations to you for this is your most auspicious day. today you have received the DAO which is the ultimate aim of existence. all of the buddhas and saints attained the DAO in the past and, by transcending the limitations of birth and death, have become immortal. that which you have received today is the same DAO. formerly, one who intended to receive the DAO had to abandon worldly possessions and enjoyments. if he was a king he had to abandon his kingdom. if he was a high official he had to resign his high position, leave his family and go to the remote mountains to seek a master who would transmit the DAO to him. After much suffering he would gradually perfect his conduct, purify his mind and heart and perform many good deeds. For his sincerity, God would send Buddha to transmit the DAO to him. Under such conditions a person able to succeed was hard to find. during that period the DAO was secretly transmitted from one patriarch to another. 第一章 為什麼他們恭喜我求得天道? 各位先生太太小姐 首先讓我衷心地恭喜你們 因為今天是你們大喜的日子 今天你們得了道,道是至寶,道超出了一切。 每一位古聖先賢佛祖皆於古代求得天道, 不他們能超出生死之界限而永存。 今天你們所得的道及同,他們其實所得的道一樣。 在古時,人要得到必須棄他在世界上所擁有之一切與享受。 假如他是一位皇帝,也必須棄他的江山。 假如他是一位大,他必須捨棄他的絕。 離開家人,入深山尋訪能夠指點他土境,傳授大道給他的名師。 在他經歷了千辛萬苦之後,同時已將凡心修煉成佛心,並已達至圓滿之行為。 以及做了許多善事,在他製成之下,終於感動上天之心。 派天佛來指點,傳授大道給他。 在如此之情況下,成功者非常稀少。 在那時,道是由一代祖師秘傳給下一代祖師。 今天我們必須不去過的漠浪曆宇宜。 我們必須去做的故事。 我們必須去做的用途。 我們必須去做的地道理。 因此,我們必須去擁有實境的所謂。 因為我們兩位在身處之間。 我們要在同時尺寸的大道。 Why is the Tao so accessible to us at this time?It is because mankind is facing great calamities which signal the destruction of the human race.What is the cause of these calamities?In this modern age most people blindly worship technical science and neglect spiritual harmony. They believe that the power of mankind can surpass nature and that science is almighty and can solve all human problems.It would seem as though conscience or soul are only religious terms and have no real existence.Most people do not recognize their true selves which are indestructible and immoral. Actually, the true self is the master of the mortal body.Today most people have lost their consciences,harming others in order to benefit themselves. Those evils which human beings are now committing will cause great disasters the likes of which had never been witnessed before.This will be the final calamity in which the human race,the immortals of space,and the ghosts in hell will all be destroyed. 然而现在我们不需要到深山去,而我们一末修行,何以我们能如此容易就得到这是因为时代不同了。 现在人类面对劫难之来临,末节就要来到,末节将会毁灭全人类。 末节是怎样造成的原因是在此新世纪,多数的人们共盲目崇拜科学,而不注重心灵的完善。 末节是在此新世纪,他们相信人类面对待在此之后,他们相信人类的力量能超出大自然。 科学是高于一切,科学是万能,科学能解一切人类之问题。 而良心,灵性仅是宗教之名词,它永不能实现。 人们,不认识真理,真理是我们之良心,道心,真我本体,它不不灭,万不长存。 它是主持老我一身之主人翁。如今世上的众生,大多数失去了真正的良心,它们造一切之罪恶,因此造成了空前绝后之浩劫。 我们称它为末节,在此浩劫中,不仅全世界的众生,同时起天的大天,地府的鬼魂都要受殖灭。 However, God, of whose essence we are created, is merciful and compassionate and does not desire that the good people be destroyed along with the evil ones. So God has provided that the Tao be disseminated among mankind and has sent the great teachers, Buddha, Shikha and Bodhisat the Yui. To rescue the three kinds odd beings the immortals of space, human beings, and the ghosts in hell so that they may return to heaven together. Buddha, Shikha and Bodhisat the Yui are under the command of God and are responsible for transmitting the Tao to be three kinds of beings. Their duty is to manage the work called the last salvation. The salvation is formless and soundless and the transmission is performed without preaching. It directly points out the original nature, conscience or soul of mankind in order that people may realize their true nature and thereby become enlightened. 然而,是我们灵性的至高无上之母亲上帝,是非常的慈悲,一不忍善恶剧本。 因此,将下真道禀派名师寄公佛佛与岳慧胡萨将士挽救三朝起天之大仙,世界的众生,地府的鬼魂同返天堂。 我们师尊师母,二位老大人奉老母的命令,真传真寿,孤渡三朝,他们的责任是半笔末后一收元大士,不立文字,教外别传。 只知人心知知人人物有知良心,灵性是人们见自信而成佛。 when the last calamity arrives, nothing can save mankind except the true way, which is the Tao sent from God. that is why the Tao is widely propagated today to save good people. ancient people first cultivated themselves and then received the Tao. but today we receive the Tao first and then cultivate ourselves. therefore,after we have received the Tao we have to seriously cultivate ourselves. then we shall automatically be safe from danger. escape from calamities.avoid reincarnation and become saints and buddhas. 当末节灵头时,没有任何其他方法可以解救众生,除了上帝所降下的唯义之道。 因此现在大道普渡善男性女。 古人是先修后的,先修到然后才得到。 现在我们是天的后修。 因此得到以后,我们要真正修到。 将来自然能逢凶凶化即,末节比,难超生料死,成圣成佛。 Although it is easier for modern people to receive the Tao than it was for past generations, the ability to receive the Tao also depends on each person's condition and background. today you receive the Tao because you have an affinity with our temple and you and your ancestors have performed many virtuous acts. possibly you were cultivated in a religion in your previous lives. these conditions allow you to have an affinity for the Tao. Without this affinity you would never receive it. 虽然经人比古人更易得道,然而亦是各凭各知根基缘分。 今天你们得道皆因与佛有缘,前世有行善基德,祖先有德。 也许前世有修或无大宗教或其他宗教。 因此使你们今天有人得道。否则,将永不能得道。 Chapter 2 What is the Tao? Ladies and gentlemen,you have received the Tao today,but what did you actually receive? What is the Tao?The Tao is the source of everything. Tao is the creator and master of the universe. Tao is God the supreme power. Before the earth and sky existed,before the creation of the universe. The Tao existed. After the universe is annihilated and nothing remains,the Tao will continue to exist and to create and control a new universe. The Tao is limitless,invisible and formless. It cannot be seen,heard,smelled or touched and is beyond the power of human comprehension. Tao activates everything. Yet we cannot see its action. It works without effort,yet nothing left and done. Man usually calls it nature. Nothing can exist without the Tao because everything depends on it. Tao is God and our soul issues from God as essence. We are God as children. 第二章蛇魔是道各位今天已經得到。 究竟得的是蛇魔蛇魔是道道是天地人萬物之母。 道是宇宙之本人,創造者必及主宰者。 道上帝,道至尊至貴之神。 當天地還未生之前,一切都未有之前,道以前存在的。 當天地毀滅後,道不毀滅,道能再生天地人萬物。 天地人萬物生成了,道其中主宰。 道非常傲妙,道無情無相,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不可救,不可捉摸。 道超出了人們的想像力而不思議。 以不可言說,一切皆是道所為。 然而我見不到道的動作。 道是無為而為的。 然一切莫不是道所為。 人們常稱它為自然。 假若無道,任何遺物不能存在。 因為一切都依靠道而的存。 道上帝,我們之靈品是上帝所四。 我們是上帝之兒女。 上帝是我們之天。 地出自然隩蔽子講。 我叫之道。 當我們呂題 Russian。 為身體行道。 為身體行道。 從 paradox後改動的鏡頭 Panel organism。 蒜果身體行道。 iin之外的地秘性。 We refer to the heavenly mother in Chinese. She is called Lao Mu. All our left be above are one and the same. 當我們從祂作為宇宙之本人而言,稱祂為道。在祂作為一切之主宰而言。 我們稱祂為禮。當祂在我們體內,使我們生存病之配肉體時,我們稱祂為靈性或良性。因為祂賦予我們本性。 我們稱祂為老。這些名稱雖異而其異相同。皆只同一物而言。 Now,what you have actually received is the Dao. Dao is everybody's true self. Today you have been initiated by the teacher and the door of your mind has been opened. Now you are able to understand that the body is not your true self. The body is controlled by the Dao within you. 現在你們的的就是道。道是每一個人的真我。今天你們以的名師之典,開了心跳。現在你認識了肉體並非真正的你。而靈性才是真正的你。那位無情無相的。 然而在支配你的身體的靈性才是真正的你自己。 While you are alive your soul dwells within your body. As soon as the soul leaves your body you are dead. Your soul is from God, but your physical body is from your parents. You already had the Dao within you yet did not realize it. Therefore,you have had to search for it and had now been fortunate enough to find a teacher who was able to transmit it to you. Previously you believed that the physical body was your true self and behaved accordingly. You were selfish, committing misdeeds, acts of violence, and over indulging in physical pleasures. This condition repeatedly led you into a reincarnation and endless sufferings. Now you understand that your true self is not your physical body but only use the body as a vehicle. You are not limited to this physical body. You are boundless. You are the master of the universe because you have God as essence within you. You are full of mercy and love because you share of God as spirit. Most people today have forgotten all these spiritual characteristics and do not know who they really are. Today you are regaining your conscience your true self. 每个人活时,灵性在他体内。若灵性已离开,他立刻就死亡。灵性赋于天,而肉体由父母而来。因此,事实上我们也有道在身上。 为何?为何?为何还要再寻求他?为何还要有点传师来传授? 原因是我们已不认识他了?我们以为肉体真我而不知他原是假。因此,我们变得自私。做了许多错事与罪恶。 作出了许多错事与罪恶。因此,为何能够 стать沙特与罪恶。 我們的本性充滿了慈悲與愛心,因我們是老之分靈。然而現在人們都失去了這些品性。 你不知,他究竟是誰今天我們得到事的回珍我?良心。 Chapter 3 What are the three treasures today you have received the three treasures? A.The heavenly portal B.The divine mantra C.The symbolic seal A.The first treasure, the heavenly portal The point where the teacher placed his finger upon your face during the ceremony is called the heavenly portal. It is the abode of your true self and can be described in different ways, such as, 1.Original nature This is the true self, soul, or conscience which is eternal and indestructible. 2.The portal of birth and death The heavenly portal is the door by which our original nature enters and leaves our body. Confucius asked, Who can leave the house without using the door Why do people not follow this way? 3.The way to heaven A Buddhist sutra says, Heaven is 108,000 miles away. These words are the metaphor which actually means that it was not easy to become enlightened because the true teacher was difficult to find and the Tao was not yet widely propagated. 3.Without the pro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Tao, heaven seems very far away, but with a real understanding of the Tao, heaven is very near. 3.Today your teacher has planned out the way for you and you may now ascend to heaven with one step. 第三章 可谓三宝 今天 你们所得之志宝 可称为三宝 一玄关 二口诀 三合同 一地一宝 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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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尿 末测之 门 玄关 点传师 向你们指点之处 他有许多名称 一点本庆此是我本来 ra 谁不有的真我 实惊 你们误 不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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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他永远存在 三宝 生死之门护 玄关 是灵 生死 灵 新出入身 离 不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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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永远存在 而 甘死 随观 是灵 בת 玄关 玄关 是 灵 新出入 身体 的 孔 自门 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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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legal filtered出入 身体 智 入天 天地 之门 玄关 四是譬喻,亦成佛事不亦知事,因为明师难访,大道还未普传。 然而,明师经已指殿明明露,明一步登天。 四点 The main entrance, the heavenly portal is the main entrance. It is situated at the center and not to the left or right, above or below. This entrance was locked after your imperishable spirit entered the body at birth. If the heavenly portal is not unlocked by your teacher, your true self is not able to leave the body by the main entrance at the time of death. Instead, it will have to leave by one of the side gates A. The eyes,B the ears,C. The mouth,D the nose,E the navel,F. The vertex if your spirit leaves from the ears it is reborn as a vidiparous animal, such as a horse,Pig,Cow,Sheep,etc. The eyes it is reborn as an oviparous bird. The mouth it is reborn as a creature of the water, such as a fish,A lobster,etc. The nose it is reborn as an insect, such as a fly,a moth,a bee,etc. The navel it is reborn as an ordinary person. F vertex it is reborn as a wealthy and powerful person.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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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偏向右,不在上也不在下。 当灵性投入身体后,自门关闭了。 假如我们不欲明施指开玄关, 灵中时我们的灵性将无正门刻处理身体。 它只能由其他旁门出去。 掩耳口必须其顶门。 如果灵性走旁门,亦由耳而出者, 来生当未开生之动物如马猪牛羊之类。 二由眼而出者,来生当未乱生之动物如飞鸟之类。 三由口而出者,来生当未失生之动物如鱼虾之类。 四由笛而出者,来生当未化生之动物如苍蝇蜜蜂之类。 五由肚而出者,来生当未平庸之人。 六由颖门而出者,来生当未富贵之人。 上述之人。 上述之路能生死轮回之路。 不能脱出生死之苦。 便传师点开玄关正门。 这是通天之路。 我们不必再走四门。 不必再坠入轮回受苦。 但是,我们必须要真修。 否则,玄关最开。 我们的灵性仍不能返天。 因我们还是充满罪恶。 灵性为罪恶所是不能自由从正门而出的。 五连。 五连。 Altar symbolizes God in the transmittal ritual the teacher uses the incense to a legal line of fire from the holy lamp to your heavenly portal then using his finger he connects God as spirit with your spirit so that they flow together as one thereby enlightening you with God as spirit. This is the actual fulfillment of John S. Prophecy. 5. 聖經上帝在約翰被他的門徒說我用水給你們施洗表明你們已悔改。然而在我之後的將用聖靈與火給你們施洗。 請起義。你們是在上帝的宮殿裡得到。因為我們有上帝的天命。那展佛燈代表上帝老子。在典道之儀式中。你們已見到典傳師以相助。 從佛燈引來一條精致向你們的玄關。然後藉點傳師的手指點在你們的玄關之時。上帝一一的聖靈已點開了你們的心跳。 到破了黑暗。現在你們可見到約翰之預言已經實現在你們身上。 六點。 Sakhyamuni Buddha said I have the great Dharma which is hidden in the eyes. This indicates the location of the heavenly portal. 六點。 Sakhyamuni Buddha, 雲無有正法眼藏此語暗示玄關之意。 Be the second treasure the divine mantra one. You have now been given the divine mantra.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remember it as it will save your life. It is only to be used in extremely dangerous situations. This mantra acts as a powerful spiritual distress signal to the divine forces much like an SOS transmitted by radio waves. It is to be projected mentally and silently with great concentration while at the same time focusing the eyes on the heavenly portal and holding the symbolic seal with the hands. Powerful aid will immediately be sent to you in order to rescue you from danger. If you sincerely cultivate yourself, you will always remain under the refuge of Buddha. 二第二寶口訣 心經或五字真經 亦剛才傳授口訣給你們。還記得嗎?請再說一遍。當性命危險時你才用死寶。 將真經 亦剛才 將真經 亦剛才被天佛救護 脫離為險。不過要注意此 口訣竟能於性命為極之十方和運用。假若我們真誠修道。當然我們將 受天佛之地佑。 I get the divine mantra which connects your true self with God. This mantra is without form, sound or color and is the essence of Tao, the underlying and ultimate principle of the universe. This mantra unites your being with that of the Tao forming a powerful bond. Every great religion indicates this potential unity, but they do not fully understand how to implement and effect it. You now have this knowledge and are familiar with its application. 二心經 寇傳心受由聲音而達入無聲音我知真心。由千經 萬點而達入真經 真點。心經 心法 真空言 真我本性也。三點。 The true teaching is transmitted from mind to mind. The true self, the I, the spirit, the mind all indicate the true center of man or his real essence and original indestructible nature which is identical with Tao. The human being is a microcosm, sharing all the attributes of the macrocosm. Since he is essentially divine, man only needs to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reality and align himself with it. The more pure and refined his nature, the more conscious he becomes of his relationship with the Tao. When he realizes that he is one with the Tao, he has become fully enlightened. 三以心傳心口傳心受。以老之心傳於眾生之真心。四者老的分靈之心也。 C.B. third treasure the symbolic seal one. In Chinese, pa means to combine and to means all together. The symbolic seal which is formed by the two hands joined together as the golden seal which is formed by the two hands joined together as the golden seal which unites us with God. It is like a contract or mutual agreement which is the actual meaning of ha-tu-ing between you and your heavenly mother. It acts as a signal, password, or passport. It is a spiritual instrument of identification, as well as symbol with many ramifications. Two. When you hold the symbolic seal you are united with God. Three. The left hand is good so it is placed on the outside, covering the right hand. The right hand is often used for evil purposes, such as beating and killing. The right hand. The right hand is placed on the inside because of its evil propensities and is shielded by the left hand. Together the hands hold the word child which is formed by the two thumbs in proximity symbolizing the Chinese word hai which means child. The hand symbol acts as a direct signal to God. It serves to mobilize heavenly protection and causes the user to escape from any impending calamity. 4. Let us quote some words from the Bible. Matthew 19 13 to 15. Some people brought children to Jesus for him to place his hands on and to pray for them, but the disciples folded the people. 5. Jesus said, Let the children come to me and do not stop them, because the kingdom of heaven belongs to them. He placed his hands on them and then went away. 6. This event illustrates the power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symbolic seal. At that time Jesus placed his hands on the children as heads and explained that this is the way to God as kingdom. 6. Today we hold the child symbol and realize that we are the children of God and are willing to return to God as presence. 3. 3. 第三道合同意典和同之意和是合成一体,同是相同。 4. 和同象征老自于我们的均匀,表示我们以归根人。 5. 我们守到合同,表示我们要与老合成一体。同老一样。 是说与老和灵永不再分开 二点和和同 同同和 抱起和同 能一眼罗 三点左手鼠善当在外 右手鼠恶居内边 此害将掐怀中抱 能脱久大大截关 四点现在 让我们应用圣经之语句 有一些人带孩子们到耶稣跟前 求耶稣为他们按手祝福 但是使徒们则被那些人 耶稣说让孩子们到我这里来 不要阻止他们 因为上帝的国是属于如此的人 耶稣为他们按手祝福 然后离开 从这件事 我们可了解 他是对和同之一种预言 在那时 耶稣把手按在孩子头上并说须如此方能返回天国 如今我们守抱子海诀 并觉悟我们是上帝的耳朵 且愿意回返上帝身边 Chapter 4 第四章 为什么赢宝 第四章 为什么赢宝 要立愿在点诗还未传到给你之前 有两个人做你的银宝师兼立愿 银宝你求道 否则 点传诗不可传道给你 这两人保证你是好人 并发誓他们是引你入正道 并非左道旁门或邪教语 他们并非狂宏你的钱财 否则他们愿受天雷诸 你奉献的功德经是来见佛堂 引善书 任何人也不能把它用在私人用途上 Chapter 5 第五章 为什么要立求道愿 每个人在为求道前 必须先立愿 表白他将成心道道 即不泄露天机三宝给任何人 Chapter 6 How to save human beings Now you have received the Tao Which is ineffable, sacred and sublime You have just been saved by someone So now you should try your best To spread these exalted teachings To your fellow human beings And urge your family, friends and acquaintances To receive the Tao This is of great merit for you Because you are not only saving Someone's physical body from disaster But you are also saving his true self From the sufferings of reincarnation Also you not only save that one person Because, if he cultivates himself properly He can also save seven generations of his offspring by his virtue How great is your merit? 第六章 如何救度众生 如今你已得了大道至宝 你已被人救度 你也应该去救度别人 所以请你尽量地度你家人 让他们一得蒙上天之恩典 此乃你莫大之功德 因为你不仅救了他的灵性脱离轮回之苦 并且救他的色身脱离劫难 同时你不仅是救了一人 同时你不仅是救了一人 假若他真羞 他将能以他的功德来超拔九旋西主 你的功德和其大雅 你应该是太平心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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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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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 九点你十磨时候放下 十磨时候就没有烦恼 十点每一种创伤 都是一种成熟 十一点狂妄的人有救 自卑的人没有救 认识自己 相扶自己 改变自己 才能改变别人 十二点你不要 一直不满人家 你应该一直 检讨自己才对 不满人家 是苦了你自己 十三点一个人 如果不能从内心 去原谅别人 那他就永远 不会心安理得 十四点心中装 满着自己的 看法与想法的人 永远听不见 别人的心声 十五点毁灭人 只要一句话 陪着一个人 却要千句话 请你多口下留情 十六点根本 不必回头去看 咒骂你的人是谁 如果有一条疯狗咬你一口 难道你也要趴下去 反咬他一口吗 十七点 永远不要浪费你的一分一秒 去想任何你不喜欢的人 十八点 请你用慈悲心和温和的态度 把你的不满 与委屈说出来 别人就容易接受 十九点 同样的瓶子 你为时魔药装毒药呢 同样的心理 你为时魔药充满着烦恼呢 二十点得不到的东西 我们会一直以为他是美好的 那是因为你对他了解太少 没有时间与他相处在一起 当有一天 你深入了解后 你会发现原 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二十一点活的一天 就是有福气 就该珍惜 当我呼气我 没有鞋子穿的时候 我发现有人却没有脚 二十二点多一分心力 去注意别人 就少一分心力反省自己 你懂吗 二十三点 憎恨别人对自己 是一种很大的损失 二十四点 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 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生命 乃至于珍惜生命 不了解生命的人 生命对他来说 是一种惩罚 二十五点 情直是苦恼的原因 放下情直 你才能得到自败 二十六点 不要太肯定自己的看法 这样子比较少后悔 二十七点 当你对自己诚实的时候 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欺骗得了你 二十八点 用伤害别人的手段来掩饰 自己缺点的人 是可耻的 二十九点 默默的关怀与祝福别人 那是一种无形的不知 三十点 不要刻意去猜测他人的想法 如果你没有智慧与经验的正确判断 通常都会有错误的 三十一点 要了解一个人 只需要看他的出发点与目的的是否相同 就可以知道他是否真心的 三十二点人生的真理 只是藏在平淡无畏之中 三十三点不洗澡的人 硬擦香水是不会香的 名声与尊贵 是来自于真才识学的 有德自然香 原谅别人 就是给自己心中留下空间 以便回旋 三十四点时间总会过去的 让时间留走你的烦恼吧 三十五点你硬要把单纯的事情看得很严重 那样子你会很痛苦 三十六点永远扭曲别人善意 无药可救 三十七点说一句谎话 要编造十句谎话来弥补 何苦呢 三十八点白白的过一天 无所事事 就像犯了贴到罪一样 三十九点广结众元 就是不要去伤害任何一个人 四十点审默是毁谤最好的答复 四十一点对人恭敬 就是在庄严你自己 四十二点拥有一颗无私的爱心 便拥有了一切 四十三点来是偶然的 走是必然的 所以你必须 随缘不变 不变随缘 四十四点慈悲 是你最好的武器 四十五点 只要面对现实 你才能超越现实 四十六点 良心 是每一个人最公正的审判官 你骗得了别人 却永远见不了你自己的良心 四十七点 不懂得自爱的人 是没有能力去爱别人的 四十八点 有时候我们要冷静问问自己 我们在追求实魔 我们活着为了实魔 四十九点 不要因为小小的争执 远离了你至亲的好友 也不要因为小小的怨恨 忘记了别人的大恩 五十点感谢上 方我所拥有的 感谢上方我所没有的 五十一点凡事 能站在别人的角度 为他人着想 这个就是慈悲 五十二点 说话 不要有攻击性 不要有杀伤力 不夸己能 不扬人恶 自然能化敌为友 五十三点 诚实的 面对你内心的 矛盾和污点 不要欺骗你自己 五十四点 因果 不曾亏欠过我们实魔 所以请不要抱怨 五十五点 大多数的人 一辈子只做了三件事 自欺欺人 被人欺 五十六点 信誓 最大的欠子 别人能欠你一时 而他却会欠你一辈子 五十七点 只要自觉心安 东西南北都好 如有一人未度 切莫自己逃了 五十八点 当你手中抓住一件 东西不放时 你只能拥有这件东西 如果你肯放手 你就有机会选择别的 人的心若死持自己的观念 不肯放下 那摩擦的智慧 也只能达到某种程度而已 五十九点 如果你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一天 那就是一种福气了 多少人在今天 已经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多少人在今天 已经成了残废 多少人在今天 已经失去了自由 多少人在今天 已经家破人亡 六十点 你有你的生命观 我有我的生命观 我不干涉你 只要我能 我就敢化你 如果不能 那我就任运 六十一点你 希望掌握永恒 那你必须控制现在 六十二点恶口 永远不要出自于我们的口中 不管他有多坏 有多恶 你欲骂他 你的心就被污染了 你要想 他就是你的善知识 六十三点 别人可以违背因果 别人可以害我们 打我们 毁谤我们 可是我们不能 因此而憎恨别人 为什麽 我们一定要保 有一颗完整的 本性和一颗 清静的心 六十四点 如果一个人没有 苦难的感受 就不容易对他人给予同情 你要学救苦救难的精神 就得先受苦受难 六十五点世界 原本就不是属于你 因此你用不着抛弃 要抛弃的是 一切的执着 万物皆为我所用 但非我所属 六十六点 虽然我们不能改变 周遭的世界 我们就只好改变自己 用慈悲心和智慧 心来面对这一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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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的行动,才能够产生决定的结果。 莎士比亚爱情,它会随着全身的血液。 像思想一般迅速通过了五官四肢, 使每一个器官发挥双倍的效能它使眼睛增加以重明亮。 恋人眼中的光芒可以使猛音眩目。 恋人的耳朵听得出最为气的声音, 任何鬼祟的肩膜都逃不过它的知觉。 恋人的感觉比带颗蝸牛的触角还要为妙灵敏。 恋人的蛇头是善于变味的巴丘斯希腊救神,显得迟钝。 莎士比亚一个面具套不下所有人的恋。 莎士比亚你自己和你所有的一切。 倘若拿出来贡献于人士。 仅仅一个人独善其身,那实在是一种浪费。 莎士比亚最后的结果确定工作的成败。 莎士比亚智慧是命运的一部分。 一个人所遭遇的外界环境是会影响他的头脑的。 莎士比亚我们做的坏事,往往因为正好迎合下等人的口味。 就被他们高声夸奖。 说成是我们办的好事。 莎士比亚智向不过是体力的奴隶。 生气勃勃地降生,但却很难成长。 莎士比亚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座圆谱。 我们的意志是这圆谱的人。 莎士比亚出门看天气。 上是万行,请莎士比亚春光不自流。 莫怪东风恶。 莎士比亚女人,你的名字是弱者。 莎士比亚自愿的贫困胜于不定的浮华。 穷说极欲的人,要是贪得无厌。 比最贫困的而知足的人更是不幸的多了。 莎士比亚无颜的春朴所表示的情感, 才是最丰富的。 莎士比亚无颜的春朴所表示的情感, 才是最丰富的莎士比亚真正勇敢的人。 应当能够智慧地忍受最难堪的荣辱。 不以身外的荣辱戒怀。 用习是宁忍的态度避免无谓的恨阔。 莎士比亚多听少说, 接受每一个人的责难。 但是保留你的最后裁决。 莎士比亚点燃了的火炬不是为了火炬本身。 就像我们的美德应该超过自己照照亮别人。 否则等于没用。 莎士比亚友谊在别的事情上都是可靠的。 在恋爱的事情上却不能信托。 所以恋人们都是用他自己的唇舌。 谁生着? 让他自己去传达情愫吧。 总不要请别人在劳。 因为美貌是一个女巫。 在她的魔力之下, 忠诚是会在热情里溶解的。 沙士比亚世间的任何事物。 追求时候的性质总要比享有时候的性质浓烈。 一艘星下水的船只羊帆出港的当儿。 多么像一个娇妖的少年。 给那轻狂的疯儿爱抚楼抱和事等到他回来的时候。 船身已遭风日的侵蚀。 船帆也变成了百节的拓纳。 他有多么像一个落魄的浪子。 给那轻狂的疯儿四一七零。 沙士比亚真理是永远蒙蔽不了的。 沙士比亚,一个本领超群的人。 必须在一群竞敌之前。 成才能够显出他的不同凡俗的身手。 沙士比亚品性是一个人的内在。 名誉是一个的外貌。 沙士比亚世界上有一种人。 他们的脸上装出一副清如纸水的神器。 故意表示他们的冷静。 好让人家称赞他们一生智慧生存。 思想渊博。 他们的神器之间,好像说,我的说话都是轮音天语。 我,要是一张开嘴唇来。 不许有一头狗乱叫我看透这一种人。 他们只是因为不说话。 博得了智慧的名声。 可是我可以确定说一句。 要是他们说起话来听见的人。 谁都会骂他们是傻瓜的。 沙士比亚每一个被束缚的奴隶都可以凭着他自己的手挣脱他的锁链。 沙士比亚凭着日归上前思的阴影。 你也能知道时间在偷偷地走向更古。 沙士比亚草率的婚姻少美满。 沙士比亚苦难可以试验一个人的品德。 非常的遭遇可以显出非常的气洁。 沙士比亚本来无望的事。 大胆成事往往能成功。 沙士比亚思想是生命的努力。 生命是时间的弄。 人沙士比亚装颜的大海。 产生蛟龙和金泥。 清浅的小河里只有一些公平足美味的鱼。 沙士比亚品性是一个人的内在。 名誉是一个人的外貌。 沙士比亚一个是性子的女人。 就像翻腾的灼水。 纵使口干舌燥,也不愿错饮一口。 沙士比亚真实爱情的途径并不平坦。 沙士比亚无论男人女人。 名誉是他们灵魂里面最切身的珍宝。 谁偷窃我的潜能? 不过偷窃倒有一些废物。 一些虚无的患直。 他从我的手里转到他的手里。 他也会做过千万人的奴隶。 可是谁偷窃我的名誉去? 那么他,虽然并不因此而富足。 我,却因为失去他,而成为赤品了。 沙士比亚,不要诬蔑你所不知道的真理。 否则你将以生命的危险重重补偿你的过去。 沙士比亚仅仅一个人独善其身。 那实在是一种浪费。 上天生下我们。 是要把我们当作火炬。 不是照亮自己。 而是古照世界。 因为我们的德行, 唐不能推击他人。 那就等于没有一样。 沙士比亚书籍是全人类的营养品。 沙士比亚爱情的鲜艳的容色和热烈的心, 也会因困苦而起了变化。 沙士比亚。 沙士比亚最恶劣的事态总有一天告一段落。 或者逐渐恢复原状。 沙士比亚生活里没有书籍, 就好像没有阳光。 就好像没有阳光。 智慧里没有书籍, 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沙士比亚。 沙士比亚爱情里面, 要是掺杂了和她本身无关的算计。 那就不是真的爱情。 沙士比亚宁愿做一朵笔下的叶花, 不愿做一朵受恩惠的强悔。 与其风吟欠美, 透去别人的欢欣, 无明被众人所避弃。 沙士比亚任何恶德的外表, 也都附着若干美德的标志。 沙士比亚爱的力量是和平, 从不顾理性成规和融入。 它能使一切恐惧、震惊和痛苦。 在身受时化作甜蜜。 沙士比亚不如意的婚姻好比是做地狱。 一辈子鸡争额斗, 不得安生。 相反的, 绝造一个称心如意的配偶。 就能百年协和。 幸福无穷。 沙士比亚对人要和气。 可是, 不要过分侠逆。 沙士比亚如果一年到头如假日, 其不像连日工作那样提罚沙士比亚。 若是一个人的思想不能比飞鸟上升的更高。 那就是一种卑微不足道的思想。 沙士比亚。 沙士比亚, 无论一个人的天赋如何优异。 外表或内心如何美好。 也必须在她的德性的光辉照耀到她人身上发生了热力。 在有感受她的热力的人把那热力反射到自己身上的时候,才能体会到她本身的价值。 沙士比亚富贵不然和友谊的好坏无关。 但是, 贫穷却最能考验同有尊爱分明的真假。 沙士比亚, 不速之可致在告辞以后,才最受欢迎。 沙士比亚, 无言的纯洁的天真。 往往比说话更能打动人心。 沙士比亚与其做愚蠢的聪明人,不如做聪明的愚人。 沙士比亚闪光的东西,并不都是精子。 动听的语言,并不都是豪华。 沙士比亚, 沙士比亚华下,在富丽彷徨。 也只是坟上楼阁。 沙士比亚明智的人,绝不坐下来,为失败而哀口。 他们一定乐观地寻找办法来加以医馆。 就沙士比亚,道德和财义,是远胜于富贵的资产。 堕落的子孙可以把贵贱的门毙败坏。 把居负的财产当毁,可是道德和财义。 却可以使一个凡人成为不配的神明。 沙士比亚黑夜时眼睛失去它的作用。 但却使卧尔多德听觉更为灵敏。 它虽然妨碍了视觉的活动, 却给予了听觉加倍的补偿沙士比亚自有戏剧以来。 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沙士比亚充实思想,不在于言语的复利。 沙士比亚在时间的大中上只有两个字。 现在,沙士比亚间接是智慧的灵魂。 冗长是否浅得早逝。 沙士比亚天外人的失败。 都有事失败在做事不彻底。 往往做道离成功上差一步就终止不做了。 沙士比亚情欲犹如碳魄,必须使它冷却。 否则,那烈魄会把心儿烧焦。 沙士比亚对自己不信任,还会信任什么真理。 沙士比亚心中充满旋律,能渗透到人们的心灵。 沙士比亚,我的言语高高飞起。 我的思想滞留底下。 没有思想的言语,永远不会上升天界。 沙士比亚美貌和智慧很少结合在一起。 沙士比亚让我只点20个人做人的道理。 倒还容易。 可是要我做这20个人中间的一个。 奉行自己的教训。 就没那么简单了。 沙士比亚,不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凡事必须三思而停。 沙士比亚,道德和财义是愿胜于富贵的资产。 堕落的子孙可以把贵欠的门帝败坏。 把居负的财产当毁。 而道德和财义却合以使一个凡人成为不休的神明。 沙士比亚人若神经紧张。 说东到西,就会犹豫不定,犯法至情耽误了。 耽误的结果是叫人丧至起怜。 寸不难移。 沙士比亚对人要和气,但不要侠逆。 沙士比亚起先的冷淡,将会是以后的恋爱更加热烈。 沙士比亚,如果要别人成性,首先要自己成性。 沙士比亚当命运突然改变了心肠,把他的宠儿一脚踢下山坡的时候。 那些潘龙赴凤之徒,本也跟在他后面匍匐批评的。 这时候便冷眼看他跌落。 没有一个人做他患难中的同伴。 沙士比亚才忍藏着锋利的牙齿。 沙士比亚忠诚因为努力的狂妄而变得逃避价值。 沙士比亚人生就像是一批用善恶的丝线交错成的布。 我们的善行必须受我们过去过失的边塌,才不会过分指高气扬。 我们的罪恶又赖我们的善行把他们掩盖,才不会完全绝望。 沙士比亚我可以教训二十个人。 吩咐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做这二十个人中间的一个。 旅行我自己的教训,我就要尽切不明了。 沙士比亚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 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沙士比亚装傻得好也是要靠才行的。 他必须窥伺被他所取笑的人们的心情。 了解他们的身份,还得看准了时机。 然后像窥伺田眼前每一只鸟雀的原因一样。 每个机会都不放松。 这是一种和聪明人的艺术一样艰难的工作。 沙士比亚一切朋友都要得到他们忠贞的报仇。 一切仇敌都要尝到他们罪恶的苦碑。 沙士比亚没有德性的美貌,是转瞬即逝的。 可是因为在你的美貌之中,有一颗美好的灵魂。 所以你的美貌是永存的。 沙士比亚万事总须守权利派,不能再问良心。 沙士比亚爱和叹相同。 烧起来的没法叫他冷却。 沙士比亚一套衣服,一顶帽子的事要时髦不时髦。 对于一个人本来是没有什么相干的。 沙士比亚只需一阵烈风就能把乌云吹散, 并不是每块乌云都能引起一场风暴。 沙士比亚失去了成品。 就等同于敌人毁灭了自己。 沙士比亚我荒废了时间。 时间便把我荒废了。 沙士比亚爱情是叛奇吹起的一阵烟。 恋人的眼中有他净化了德火星。 恋人的眼泪是他激起的脱淘。 他又是最智慧的疯狂。 耿猴的苦味。 吃不到嘴的腻糖。 沙士比亚青春是快原料。 迟早要制作成型。 沙士比亚青春的特征乃是动不动就要背叛自己。 即使身旁没有优惑的力量。 沙士比亚若有汗烟。 其实是沙士比亚一个骄傲的人。 结果总是在骄傲里毁灭了自己。 沙士比亚人的一生是短的。 但如果A列比过这短短的一生, 就太长了。 沙士比亚您的花言跳语, 对于了解您的人来说, 是足以泄露您的空虚和弱点。 沙士比亚人在不早运的时候总是带出一副老。 沙士比亚爱情不过是一种疯。 沙士比亚抱负不是勇敢。 忍受才是勇敢。 沙士比亚自古红颜多过命。 沙士比亚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 多么高贵的灵性。 多么伟大的力量。 多么优美的仪表。 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 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 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 万物的灵长沙士比亚。 漂亮的铲发给俊俏的脸。 但平天光彩。 沙士比亚直到再找不到对手。 才收藏起自己的剑锋。 沙士比亚人生苦短。 若虚度年华。 则短暂的人生就太长了。 沙士比亚就是尚得来的朋友。 等到九尽尊空。 转眼成为路人。 沙士比亚时间老人自己是个秃顶。 所以直到世界末日也会有大群秃顶的徒子徒孙。 沙士比亚爱情不是花殷下的甜甜。 不是桃花圆中的蜜语。 不是青年的眼泪。 更不是死硬的强阔。 爱情是建立在共同语言的基础上的。 沙士比亚天色越是晴朗空明。 越显得浮云的浑浊。 如果沙士比亚名字有什么关系? 把玫瑰花叫做别的名称。 它还是照样方向。 沙士比亚书集是人类知识的总结。 沙士比亚音乐有一种魅力。 可以感化人心向善。 也可以救人走上堕落之路。 沙士比亚谁想要马高山移为平地。 当一座山推倒以后。 另一座山又已经堆了气。 来沙士比亚读药有时也能治。 沙士比亚从各方面对习俗的质疑。 是每一个沙士比亚爱是一种甜蜜的痛苦。 真诚的爱情永不适走一条平坦的道路的。 沙士比亚没有力量的意志。 就如同假装士兵的沙士比亚生命的短促。 只有美德能将它流传到遥远的后世。 沙士比亚时间正向上一个屈颜覆式的主人。 对于一个邻居的客人不过和他略为握握手。 对于一个新来的客人。 却伸开了两地。 非也似得过去抱住他。 欢迎是永远含笑的。 告别总是带着看习。 沙士比亚不应当集于求成。 应当去熟悉自己的研究对象。 切而不舍。 时间会成全一切。 凡事开始最难。 然而更难的是和以善终。 沙士比亚大海有改案。 热烈的爱却没有边界。 沙士比亚我们宁愿重用一个活跃的侏儒。 不要一个贪睡的巨人。 沙士比亚书籍是人类知识的总统。 沙士比亚爱和叹相同。 烧起来的没法叫他冷却。 沙士比亚。 沙士比亚假如我必须死。 我会把黑暗当作新娘。 把它拥抱在我的怀里。 沙士比亚没有比更值更富的仪。 沙士比亚。 沙士比亚血液中的火焰逆燃烧起来。 最坚强的誓言也就等于草感。 沙士比亚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 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沙士比亚。 沙士比亚白糖上面浇蜂蜜。 蜂蜜上面盖白糖。 沙士比亚心灵的伟大表现的并不明显。 因为沙士比亚尿泡虽大,无精,等。 平驼虽小鸭千金。 沙士比亚有德的妇人。 即使容貌丑陋,也是家庭的装饰。 沙士比亚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 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沙士比亚。 沙士比亚,演气的好像总是那三个人丈夫。 沙士比亚竟由爱造,还是爱逐境天。 沙士比亚尤其是在磨练中生长的沙士比亚。 爱和碳相同,烧起来,得设法叫他冷却。 让他任意着。 那他就要把一颗心烧焦。 沙士比亚理智可以制定法律来约束感情。 可是热情激动起来,就会把冷酷的法令灭气不顾。 年轻人是一头不受拘束的野兔。 会跳过老年人所设立的理智的凡理。 沙士比亚你要看见朋友之间用的这不自然的立法的时候。 就可以知道他们的感情已经衰落。 沙士比亚生命断促。 只有美德能将他流传到辽远的后世。 沙士比亚不要指着月亮启示。 他是变化无常的。 每个月都赢亏缘缺。 你要是指着他启示。 也许你的爱情也像他一样的无常。 沙士比亚最深刻的真理。 是最简单和最朴素。 沙士比亚朋友间必须患难相继。 那才能说得上是真正的友谊。 沙士比亚人世间的荷光荣。 往往产生在罪恶之中。 为了身外的福明。 牺牲自己的良心。 沙士比亚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与表达的。 行为才是中心的最好说明。 沙士比亚正像太阳会从乌云中探出喉来一样。 不依粗福。 可以格外显出一个人的正直。 沙士比亚谁告诉我真话。 即使她的画里藏着死亡。 我也会像听人家恭维我一样听着她。 沙士比亚一切礼仪。 都是为了闻世那些虚应不适的行为。 言不由衷的欢迎。 出尔反尔的殷勤而设立的。 如果有真实的友谊。 这些虚伪的情势就该一遇并弃。 沙士比亚我承认天底下再没有比爱情的则罚更痛苦的。 也没有比服侍她更快乐的事了。 沙士比亚开门阿自嘲难开。 有礼物贤墨尽来。 沙士比亚忠诚的爱情充益在我的心里。 我无法估计自己享有的财富。 沙士比亚时间会刺破青春的华丽精致。 会把平行片刻上美人的额角。 会吃掉西式珍宝。 天生力值。 蛇们都逃。 不过她横扫的镰刀。 沙士比亚英雄诗时把头逼。 凤凤凰落甲不如激。 沙士比亚。 任何一种兴趣都包含着天性中有清。 沙士比亚有力的理由造成有力的行动。 沙士比亚不太热烈的爱情才会维持久远。 沙士比亚抛弃时间的人。 时间抛弃她。 沙士比亚在紧张的行动中间。 言语不过是一口冷气。 沙士比亚良心无非是诺夫们所用的一个名词。 他们害怕强有力者。 解她来做旁塞。 沙士比亚洪水可以从涓滴的细流中发生。 沙士比亚爱情里要是掺杂了和她本身无关的算计。 那就不是真的爱情沙士比亚淳朴和忠诚所成片的领悟。 纵是可取的沙士比亚有得必有勇。 正直的人绝不甘怯。 沙士比亚行为无价宝。 甚为护身处。 沙士比亚有得必有勇。 正直的人绝不甘怯。 沙士比亚为剑往往是非野心的阶梯。 凭借着她一步步踏上了高处。 当她一旦登上了最高的一级之后。 她便不再回顾那梯子。 她的眼光才夺目仰望云霄。 瞧不起她从前所视为凭借的低下的阶梯。 沙士比亚最理想的境地既不可达。 人往往不知退而求其次。 沙士比亚和狐狸打交道。 你必须比她更有心。 沙士比亚生平富足的圣士突然养成一匹诺夫。 困苦永远是坚强之母。 沙士比亚强有力的理由,产生强有力的行动。 沙士比亚熄灭吧,熄灭吧,瞬间的灯火。 人生指不过是平走着的影子。 沙士比亚要是在我们的生命之中。 理智和情欲不能保持平衡。 我们血肉的邪心就会引导我们到一个荒唐的结局。 可是我们有的是理智,可以冲淡我们汹涌的热情肉体的刺激和奔放的盈域。 沙士比亚,虽然全是是一头不直的熊,可是精子可以拉着它的鼻子走。 沙士比亚好久无需招牌,沙士比亚有很多良友,剩余有很多财富。 沙士比亚无数人士的变化孕育在时间的黑胎里。 沙士比亚老实人从来不吃亏,沙士比亚为的之前是信求。 记得之后是命令。 沙士比亚爱情的野心使人被受痛苦。 沙士比亚就时尚得来的朋友。 等到久近尊空,转眼成为路人。 一片冬天的乌云刚刚出现,这二飞虫们早就躲得不知续向了。 沙士比亚不管抛贴的时间怎样吞噬这一切。 我们要在这一席上存的时候,努力博取我们的声誉,使时间的镰刀不能伤害我们。 沙士比亚不良的习惯会随时阻碍你走向成明迫力和享乐的路上去。 沙士比亚傻瓜的十顿式才子的磨刀石沙士比亚我们一个指头痛疼的时候,全身都会觉得难受沙士比亚善恶的区别。 在于行为的本身,不在于地位的幼无。 沙士比亚今天是个好兵士,有了他就可以使人勇气百倍。 沙士比亚。 沙士比亚愚人的蠢事,算不得提起,聪明人的蠢事才叫人笑痛肚皮。 因为他用全副的本领证明了自己的愚笨。 沙士比亚。 沙士比亚鬼必须要卫妆。 真理喜欢阳光。 沙士比亚爱比沙人重罪更难隐藏。 爱情的黑夜有中午的阳光。 沙士比亚爱你自己要爱在最后。 真爱那些恨你的人。 沙士比起不败会给你赢得列多的好处。 在你的右手里,永远举着温顺的和平之。 免得嫉妒之徒说贤话。 做人要公正,不要怕。 你所要达到的一切目的,应该是你的国家上帝和真理所要达到的目的。 沙士比亚表演会把人们所恐惧的敌方军力增加一倍。 正向回声会把一句话化成两句话一样。 沙士比亚轻浮和虚荣是一个不知足的贪施者。 他在吞噬一切之后。 结果必然牺牲在自己的贪欲之下。 沙士比亚老实人就是傻瓜。 虽然一片好心。 沙士比亚表演是一直凭着推测开意和意度吹响的鼻子。 沙士比亚间接是智慧的灵魂。 荣成是否浅得早是沙士比亚为施策找理由。 反而是该施策更明显沙士比亚习起那个怪物。 虽然是魔鬼。 会昏掉一切的修饰心。 也会做天使。 把日积月累的美德善行熏陶成自然儿。 然而令人安知若肃的家常便饭。 沙士比亚没有比正直更富的遗产。 沙士比亚统一的太阳照着他的宫殿。 也不曾比了我们的草屋。 日光是一世同仁的。 沙士比亚诚实比起腐败会给你赢得更多的好处。 沙士比亚爱情不过是一种疯。 沙士比亚一个骄傲的人。 结果总是在骄傲中毁灭了自己。 沙士比亚爱是一种甜蜜的痛苦。 沙士比亚任何大人物的当事。 无论是国王的冠冕摄政的宝剑大将的穷雕。 或是法官的礼服。 都比不上仁慈那样更能衬托出他们的庄严高贵。 沙士比亚什么地位? 什么面子? 多少余人为了你这虚伪的外表? 而凌然而生为沙士比亚? 老实说,毕竟有许多大人物。 尽管口头上拼命,好好拼命。 心里却一点也不喜欢他。 他能杀士比亚一个人无论有着什么器材亦能。 当然不把那种才能传达别人的身上。 他就等于一无所有。 也只有在他才能发展出去以后所博得的赞美声中, 才可以认识他本身的价值。 沙士比亚爱的力量是和平。 从不顾理性成规和融辱。 他能使一切恐惧震惊和痛苦在身受时化作甜蜜。 沙士比亚没有什么事是好的或坏的。 但思想却是其中有所不同。 沙士比亚人生就像于短重复叙述的故事。 一般可见沙士比亚有些人对你恭维不以口。 可全都不是患难朋友。 有沙士比亚被认为是诚实的人都会感到心底。 有沙士比亚,你的舌头就像一匹快马。 他奔得太快,会把力气都奔完了。 沙士比亚放弃时间的人。 时间也放弃他。 沙士比亚命运如昌迹。 听见遭遗体,沙士比亚爱情里面要是掺杂了和他本身无关的算计。 那就不是真的爱情。 沙士比亚,沙士比亚生命在发展中得到延长。 因为思想沙士比亚两个人骑一匹马。 总有一个人在扣念沙士比亚,要是不能把握时机,就要终身蹭等一事无成。 沙士比亚传播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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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顺于思想的传播者。 沙士比亚,我们所要做的是,应该一想到就做。 因为人的想法是会变化的。 有多少舌头,多少手,多少意外,就会有多少忧郁,多少食言沙士比亚。 你写诗句,和他交换着爱情的纪念物。 在月夜,他的窗前你用作作的声调,唱着假作多情的诗篇。 你用头发编成了外环质戒。 虚滑的事物。 锁碎的玩具花束糖果。 这些可以强烈比骗有一个稚嫩的少女之心的信誓来偷得他的情。 你用诡计倒去了他的心。 沙士比亚,我们粗心的错误。 往往不知看中了我们自己所有的可贵的事物。 直至丧失了他们以后,方式认识他们的真假。 我们的无比的尊贤。 往往伤害了我们的朋友。 然后,在在他们的坟墓之前追凶哀气。 沙士比亚,浪子归过的是他的祖业。 财迷葬送沙士比亚,虽然全力是一头不值的熊。 可是精子可以拉着他的鼻子走。 如果沙士比亚,仅仅一个人独善其身,那实在是一种浪费。 上天升上我们,是要把我们当作火炬。 不是照亮自己,而是普照世界。 因为我们的德行尚不能推其他人。 那就等于没有一样。 沙士比亚无瑕的名誉是世间最纯粹的珍珠。 沙士比亚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 行为才是中心的最好说明。 沙士比亚无数人的失败。 都是失败于做事情不彻底。 往往做到移成公指差,一步就停下来。 沙士比亚,女人是用耳朵恋爱的。 而男人如果会产生爱情的话, 却是用眼睛来恋爱。 沙士比亚时间是审查一切罪犯的最老恋的法官。 沙士比亚俏皮话就像练剑用的锻刀猴子。 怎样是也伤不了人。 沙士比亚朋友间必须是患难相继。 那才能说得上是真正的友谊。 沙士比亚, 沙士比亚志愿不过是记忆的奴隶。 总是有始无终, 虎头蛇尾。 像胃手切果子, 密布树烧。 一朝红烂就会移去之调。 沙士比亚, 一个人看不见自己的鼻子。 教堂屋顶上的风情标变幻莫测。 沙士比亚, 适当的悲衰可以表示感情的深切。 过度的伤心却可以证明智慧的欠缺。 沙士比亚恶人的友谊一下子就会变成恐惧。 恐惧会引起彼此憎恨。 憎恨的结果。 总有一方或双方得到就有赢得的死亡或破均。 沙士比亚谦虚是最高的科技功夫。 沙士比亚欺人的希望是一个宁人。 一个时刻。 当死神将要温柔地替人解除生命的羁绊的时候, 虚伪的希望却拉住他的手。 使人在困苦之中够言残喘。 沙士比亚尤其是小孩子的工作。 沙士比亚社会建筑在实力上头。 所以实力。 因沙士比亚有些人对你恭维不倚口。 可全都不是患难朋友。 沙士比亚一个人思虑太多。 就会失去做人的乐趣。 沙士比亚爱比沙人重罪更难隐藏。 爱情的黑夜有中午的阳光。 沙士比亚比沙士比亚。 沙士比亚地又远。 春乃又寂。 又容。 得乃大沙士比亚一个人, 无论有着什么奇才亦能。 竟然不怕那种才能传达到别人的身上。 他就等于一无所有。 沙士比亚皇上就跟我一样。 也是一个人罢了。 一朵紫罗兰花而他闻起来。 跟我闻起来还不是一样。 他头上和我头上和顶着一方天。 他也不过用眼睛来看耳朵来听啊。 把一切融钱丢开。 还他一个赤裸裸的本乡。 那么他只是一个人罢了。 虽说他的心思寄托在比我们高出一层的事物上。 可是好比一只在云霄里飞翔的老鹰。 他有时也不免降落下来。 嬉戏在只猴破地面上。 沙士比亚。 如果我们生命的天平平上。 一边没有理智的平凡平衡。 另一边情欲的平凡。 那么我们身上下流的预念 就会把我们引导到荒唐透顶的结局。 沙士比亚。 不太热烈的爱情才会维持久远。 沙士比亚时间会刺破青春表面的彩世。 会在美人的额上绝身勾浅槽。 会失掉西式之真天生利直。 蛇们都逃不过他那横扫的镰刀。 沙士比亚衣服新的好。 朋友旧的好。 沙士比亚一个人思虑太多。 就会失去做人的乐趣。 沙士比亚人们在被命运卷宠的时候。 勇却强弱智于前不孝。 都看不出什么分别来。 可是一旦为幸运所抛弃。 开始设立惊抛派浪的时候。 就好像有一把有力的大扇子。 把他们扇开了。 柔弱无用的都被扇去。 有毅力有操守的却会着力不动。 沙士比亚点燃了的火炬不是为了火炬本身。 就像我们的美德应该超过自己照亮别人。 沙士比亚良心这玩意而使人变胆怯。 想做小偷。 害怕谴责。 想谩骂重伤又怕事责。 良心是在人内心造反的最怕寂寞的家伙。 沙士比亚。 恋爱是盲目的。 恋人们瞧不见他们自己做干的傻事。 沙士比亚正直的人必须和正直的人为估。 因为谁是那样刚强? 能够不受诱惑呢? 沙士比亚千言蹉跎。 来日不多。 二十例书。 请来问我。 摔草呼羊。 青春一过。 沙士比亚思想自由的精灵。 沙士比亚上。 一夜十二万三千四百五十六名言家。 巨作者。 明燕以名。 英国培根。 沙士比亚。 艳语。 哥德。 欧洲。 巴尔扎克。 高尔基。 毛泽东。 鲁迅。 鲁迅。 云果。 法国。 马克斯。 富兰克。 林。 罗曼。 罗兰。 爱因斯坦。 泰戈尔维。 乌尔族。 爱陌生。 苏霍姆。 林斯基。 佛夫。 勒列宁。 西塞。 罗独梭。 美国。 德国。 爱。 献生。 蒙田。 苏联。 日本。 阿拉伯契科夫。 俄罗斯。 蒙古。 俗恩。 德斯。 亚里士多。 德。 武列。 佛。 佛尔斯。 佩。 更多名言家具。 分类人生。 生活。 爱情。 智慧。 真理。 时间。 科学。 思想。 人类。 生命。 工作。 劳动。 幸福。 友谊。 知识。 成功。 力量。 社会。 价值。 创造。 理想。 道。 得自然。 更多。 Http. colon slash slash. slash. Mengion. Zesdict. dot com slash. 3. 薄心法 主讲者5. 精妙翻译者 Mr. Jerome William McCarthy Index 目录 Chapter 1. Why are they congratulating me on receiving the DAO? 第一章 为什么他们恭喜我求得天道 Chapter 2. What is the DAO? 第二章 蛇魔士道 Chapter 3. What are the three treasures? 第三章 何谓三宝 Chapter 4. Why do the introducer and the sponsor take an oath at the altar? 第四章 为什么赢保药力 Chapter 5. Why should I take an oath before receiving the DAO? 第五章 为什么要力求到院? Chapter 6. How to save human beings 第六章 如何求度众生? Chapter 1. Why are they congratulating me on receiving the DAO? Ladies and gentlemen,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heartiest congratulations to you for this is your most auspicious day. Today you have received the DAO which is the ultimate aim of existence. All of the Buddhas and saints attained the DAO in the past and, by transcending the limitations of birth and death, had become immortal. That which you have received today is the same DAO. Formerly, one who intended to receive the DAO had to abandon worldly possessions and enjoyments. If he was a king he had to abandon his kingdom. If he was a high official he had to resign his high position, leave his family and go to the remote mountains to seek a master who would transmit the DAO to him. After much suffering he would gradually perfect his conduct, purify his mind and heart and perform many good deeds. For his sincerity, God would send Buddha to transmit the DAO to him. Under such conditions a person able to succeed was hard to find. During that period the DAO was secretly transmitted from one patriarch to another. 第一章 為什麼他們恭喜我求得天道各位先生太太小姐? 首先,讓我衷心地恭喜你們。 因為今天是你們大喜的日子。 今天你們得了道,道是至寶,道超出了一切。 每一位古聖先前前佛祖皆與古代求得天道。 不他們能超出生死之界限而永存。 今天你們所得的道及同,他們其實所得的道一樣。 在古时,人要得到必须弃他在世界上所拥有之一切与享受。 假如他是一位皇帝,也必须弃他的江山。 假如他是一位大,他必须舍弃他的绝,离开家人。 入山山寻访能够指点他土境,传授大道给他的名师。 在他经历了千心万苦之后,同时已将凡心修炼成佛心, 并已达至圆满之行为,以及做了许多善事。 在他制成之下,终于感动上天之心,派先佛来指点,传授大道给他。 在如此之情况下,成功者非常稀少。 在大师道是由一代祖师密传给下一代祖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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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ir true selveswhichare indestructibleand immortal.Actually,the true selfis the masterofthe mortal body.Today mostpeoplehave losttheir consciences,harmingothers inordertobenefitthemselves. Those evils whichhuman beingsare now committingwill causegreat disastersthe likes of whichhave never beenwitnessedbefore.This will bethe final calamityin whichthe human race,the immortals of space,and the ghosts in hellwill all be destroyed. 然而现在我们不需要到山山去,而我们一末修行,何以我们能如此容易就得到这一世因为时代不同了。 现在人类面对劫难之来临,末节就要来到。末节将会毁灭全人类。 劫难是怎样造成的原因是在此新世纪,多数的人们共盲目崇拜科学,而不注重心灵的完善。 他们相信人类面对劫难。 他们相信人类的力量能超出大自然,科学是高于一切,科学是万能,科学能且一切人类之问题。 而良心,靈性,灵性,靈性仅是宗教之名词,它永不能实现。 人们不认识真理,真理是我们之良心,道心,真我本体,它不不灭,万不偿存。 他是主持老我一身之主人翁。 如今世上的众生,大多数失去了真正的良心,他们造一切之罪恶,因此造成了空前绝后之浩劫。 我们称他为末节,在此浩劫中,不仅全世界的众生同时起天的大天,地府的鬼魂都要受贴灭。 However, God, of whose essence we are created, is merciful and compassionate and does not desire that the good people be destroyed along with the evil ones. So God has provided that the Tao be disseminated among mankind and has sent the great teachers, Buddha, Shikha and Bodhisattva Yui, to rescue the three kinds of beings the immortals of space, human beings, and the ghosts in hell so that they may return to heaven together. Buddha, Shikha and Bodhisattva Yui are under the command of God and are responsible for transmitting the Tao to be three kinds of beings. Their duty is to manage the work called the last salvation. The salvation is formless and soundless and the transmission is performed without preaching. It directly points out the original nature conscience or soul of mankind in order that people may realize their true nature and thereby become enlightened. 然而,此我們靈性的至高無上之母親上帝,是非常地慈悲,一不忍善惡劇本。 因此,將下真道禀派名師寄功活佛與悦惠胡萨將士挽救三曹起天之大仙。 世界的眾生,地府的鬼魂同返天堂。 我們師尊尊師母,二位老大人奉老母的命令,真傳真守。 呼渡三曹,他們的責任是半禮末後一收元大士。 無利文字,教外別傳。 直至人心直至人人不有之良心。 靈性是人們見自信而成佛。 Porした golpe、往上玉越 kisses, when the last calamity arrives. everything can save mankind except the true way. which is the Taoist sent from God, that is why the Taoist是 transformative today to save good people. ancient people first cultivated themselves and then received the Tao. But today we receive the Dao first and then cultivate ourselves Therefore After we have received the Dao we have to seriously cultivate ourselves Then we shall automatically be safe from danger Escape from calamities Avoid reincarnation and become saints and Buddhas 当墨节灵头时 没有任何其他方法可以解救众生 除了上帝所降下的唯一之道 因此现在大道普渡善难敬语 古人是先修后的 先修道然后才得到 现在我们是天的后修 因此得到以后 我们要真正修道 将来自然能逢凶化及 朵节比 难超生了死 成圣成佛 Although it is easier for modern people to receive the Dao It was for past generations The ability to receive the Dao also depends on each person's condition and background Today you receive the Dao because you have an affinity with our temple and you and your ancestors have performed many virtuous acts possibly you were cultivated in a religion in your previous lives These conditions allow you to have an affinity for the Dao Without this affinity you would never receive it 虽然经人比古人更易得道 然而亦是各凭各知根基缘分 今天你们得道皆因与佛有缘 天是有行善基德 祖天有德 也许天是有修或无大宗教或其他宗教 因此使你们今天有缘得道 否则将永不能得到 Chapter 2 What is the Dao?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 have received the Dao today But what did you actually receive? What is the Dao? The Dao is the source of everything Dao is the creator and master of the universe Dao is God the supreme power Before the earth and sky existed Before the creation of the universe The Dao existed After the universe is annihilated and nothing remains The Dao will continue to exist and to create and control a new universe The Dao is limitless, invisible and formless It cannot be seen, heard, smelled or touched And is beyond the power of human comprehension Dao activates everything Yet we cannot see its action It works without effort, yet nothing left and done Man usually calls it nature Nothing can exist without the Dao because everything depends on it Dao is God and our soul issues from God's essence We are God's children 第二章蛇魔士道各位今天已经得到 究竟得的是蛇魔蛇魔士道道是天地人万物之母 道是宇宙之本人 创造者必及主宰者 道上帝 道至尊至贵之神 当天地还未生之前 一切都未有之前 道以前存在的 当天地毁灭后 道不毁灭 道能再生天地人万物 天地人万物生成了 道其中主宰 道非常奥妙 道无情无相 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不可救 不可捉摸 道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而不思议 以不可言说 一切皆是道所为 然而我见不到道的动作 道是无为而为的 然一切莫不是道所为 人们常称他为自然 假若无道 任何遗物不能存在 因为一切都依靠道儿的存 道上帝 我们之灵品是上帝所赐 我们是上帝之儿女 上帝是我们之天 当 we speak of the creator of the universe we call it Tao 当 we speak of the ruler of everything we call it natural law 当 we speak of the animating and controlling principle of our being we call it soul or conscience 當我們從祂作為宇宙之本人而言,稱祂為道。在祂作為一切之主宰而言,我們稱它為道。在祂作為一切之主宰而言, 當祂在我們體內,使我們生存病之配肉體時,我們稱祂為靈性或良性,因為祂賦予我們本性。我們稱祂為老,這些名稱雖異而其異相同,皆只同一物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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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你们的的就是道,道是每一个人的真我。 今天你们以的名师之点,开了心跳。 现在你认识了肉体并非真正的你,而灵性才是真正的你,那位无情无相的。 然而在支配你的身体的灵性,才是真正的你自己。 While you are alive, your soul dwells within your body. As soon as the soul leaves your body, you are dead. Your soul is from God, but your physical body is from your parents. You already had the Tao within you yet did not realize it. Therefore, you have had to search for it and had now been fortunate enough to find a teacher who was able to transmit it to you. Previously you believed that the physical body was your true self and behaved accordingly. You were selfish, committing misdeeds, acts of violence, and overindulging in physical pleasures. This condition repeatedly led you into a reincarnation and endless sufferings. Now you understand that your true self is not your physical body but only use the body as a vehicle. You are not limited to this physical body. You are boundless. You are the master of the universe because you have God as essence within you. You are full of mercy and love because you share of God as spirit. Most people today have forgotten all these spiritual characteristics and do not know who they really are. Today you are regaining your conscience, your true self. 每个人活时,灵性在他体内。 若灵性已离开,他立刻就死亡。 灵性赋于天,而肉体由父母而来。 因此,事实上,我们已有道在身上,为何还要再寻求他,还要有点传师来传授? 原因是我们已不认识他了。 我们以为肉体真我而不知他原是假。 因此,我们变得自私,做了许多错事与罪恶。 为了使此色身享受如此时,我们坠入轮回中,遭受无边痛苦。 我们不知真正的我乃是灵性,而我们已不是仅限于此肉身。 我们是无限的广大,我们是宇宙之主宰,因我们的灵性与老是一体。 我们的本性充满了慈悲与爱心,因我们是老之分灵。 然而现在人们都失去了这些品性。 你不知,他究竟是谁今天我们得到事的回珍我。 良心。 Chapter 3 What are the three treasures today you have received the three treasures? A. The heavenly portal be the divine mantra C. The symbolic seal A. The first treasure, the heavenly portal the point where the teacher placed his finger upon your face during the ceremony is called the heavenly portal. It is the abode of your true self and can be described in different ways, such as, 1. Original nature This is the true self, soul, or conscience which is eternal and indestructible. 2. The portal of birth and death The heavenly portal is the door by which our original nature enters and leaves our body. Confucius asked, who can leave the house without using the door why do people not follow this way 3. The way to heaven A Buddhist sutra says, heaven is 108,000 miles away. These words are the metaphor which actually means that it was not easy to become enlightened because the true teacher was difficult to find and the Tao was not yet widely propagated. Without the pro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Tao, heaven seems very far away, but with a real understanding of the Tao, heaven is very near. Today your teacher has planned out the way for you and you may now ascend to heaven with one step.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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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5.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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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和莫游思道也三点通天大陆佛经云西天十万八千里,此事辟语,以成佛事不义之事,因为明诗难访,大道还未曝传。 然而,明诗经已指殿明明露,你一步登天,四点。 The main entrance, the heavenly portal, is the main entrance. It is situated at the center and not to the left or right, above or below. This entrance was locked after your imperishable spirit entered the body at birth. If the heavenly portal is not unlocked by your teacher, your true self is not able to alleve the body by the main entrance at the time of death. Instead, it will have to alleve by one of the side gates A. The eyes, B. The ears, C. The mouth, D. The nose, E. The navel, F. The bird, X. If your spirit leaves from the ears, it is reborn as a viviparous animal, such as a horse, pig, cow, sheep, etc. The eyes, it is reborn as an oviparous bird. See mouth, it is reborn as a creature of the water, such as a fish, a lobster, etc. E. The nose, it is reborn as an insect, such as a fly, a moth, a bee, etc. E. The navel, it is reborn as an ordinary person. F. The bird, X. It is reborn as a wealthy and powerful person. For. 正门玄关是正门,它正好位于当中,不偏向左也不偏向右,不在上也不在下,当灵性投入身体后,自门关闭了。 假如我们不欲明师只开玄关,灵中时我们的灵性将无正门刻出离身体,它只能由其他旁门出去,掩耳口必须其顶门。 如果灵性走旁门,亦由耳而出,掩耳声当为开生之动物,如马猪牛羊之类。 二.由眼而出,掩耳声当为卵生之动物,如飞鸟之类。 三.由口而出,掩耳声当为卵生之动物,如苍蝇蜜蜂之类。 五.由肚蹄而出,掩耳声当为平庸之人。 六.由顶门而出者,掩耳声当为富贵之人。 上述之路能生死轮回之路,不能脱出生死之苦。 遍传师遍开玄关正门,这是通天之路。 我们不必再坠入轮回受苦。 但是我们必须要珍修,否则,玄关最开。 我们的灵性仍不能返天,因我们还是充满罪恶。 灵性为罪恶所是不能自由从正门而出的。 五. in the Bible Matthew 14 11 John said to his disciples I baptize you with water to show that you have repented, but that one who will come after me will baptize you with the Holy Spirit and fire. The bow is transmitted to you in the temple of God through God as sanction and commandment. The Holy Lamp on the altar symbolizes God. In the transmittal ritual, the teacher uses the incense to lead a line of fire from the Holy Lamp to your heavenly portal. Then, using his finger, he connects God as spirit with your spirit so that they flow together as one, thereby enlightening you with God as spirit. This is the actual fulfillment of John S. Prophecy. 五. 圣经上席在约翰对他的门徒说我用水给你们施洗, 表明你们已悔改。 然而在我之后的将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 请记忆, 你们是在上帝的宫殿里得到, 因为我们有上帝的天命, 那展佛灯代表上帝老。 在典道之仪式中, 你们已见到典传师以相助从佛灯引来一条精致向你们的玄关, 然后借典传师的手指点在你们的玄关之时, 上帝一一的圣灵已点开了你们的心跳, 照破了黑暗。 现在你们可见到约翰之预言已经实现在你们身上。 六点, Sakhyamuni Buddha said I have the great dharma which is hidden in the eyes. This indicates the location of the heavenly portal. 六 世家谋谋谋佛云无有正法眼藏词与暗示玄关之意。 Be the second treasure the Divine Mantra 1. You have now been given the Divine Mantra.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remember it as it will save your life. It is only to be used in extremely dangerous situations. This mantra acts as a powerful spiritual distress signal to the Divine Forces much like an SOS transmitted by radio waves. It is to be projected mentally and silently with great concentration while at the same time focusing the eyes on the heavenly portland holding the symbolic seal with the hands. Powerful aid will immediately be sent to you in order to rescue you from danger. If you sincerely cultivate yourself, you will always remain under the Refuge of Buddha. 二 第二 宝口诀 清经或五字真经 你刚才传授口诀给你们 还记得吗 请再说一遍 当性命危险时你才用死宝 将真经默念口中 手抱和铜 你将科被天佛救护 脱离危险 不过要注意此 扣觉尽能于性命危险之十方和运用。假若我们真诚修道,当然我们将受天佛之地有。 I get the Divine Mantra which connects your true self with God. This mantra is without form, sound or color and is the essence of Tao, the underlying and ultimate principle of the universe. This mantra unites your being with that of the Tao forming a powerful bond. Every great religion indicates this potential unity, but they do not fully understand how to implement and effect it. You now have this knowledge and are familiar with its application. 二心经 寇传心受由声音而达入无声音我知真心。由千经 万点而达入真经 真点。心经 心法 真空言 真我本性也。 三点。 The true teaching is transmitted from mind to mind. The true self, the I, the spirit, the mind all indicate the true center of man or his real essence and original indestructible nature which is identical with Tao. The human being is a microcosm, sharing all the attributes of the macrocosm. Since he is essentially divine, man only needs to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reality and align himself with it. The more pure and refined his nature, the more conscious he becomes of his relationship with the Tao. When he realizes that he is one with the Tao, he has become fully enlightened. 三以心传心口传心受。一老之心传于众生之真心。四者老的分灵之心也。 C. The third treasure the symbolic seal one. In Chinese, pa means to combine and to means all together. The symbolic seal which is formed by the two hands joined together as the golden seal which is formed by the two hands joined together as the golden seal which unites us with God. C. It is like a contract or mutual agreement which is the actual meaning of ha-toing between you and your heavenly mother. It acts as a signal, password, or passport. It is a spiritual instrument of identification, as well as symbol with many ramifications. C. 2. When you hold the symbolic seal you are united with God. 3. The left hand is good so it is placed on the outside, covering the right hand. The right hand is often used for evil purposes, such as beating and killing. 4. The right hand is placed on the inside because of its evil propensities and is shielded by the left hand. Together the hands hold the word child which is formed by the two thumbs in proximity symbolizing the Chinese word hai which means child. 4. This hand symbol acts as a direct signal to God. It serves to mobilize heavenly protection and causes the user to escape from any impending calamity. 4. Let us quote some words from the Bible Matthew 19 13-15 5. Some people brought children to Jesus for him to place his hands on and to pray for them, but the disciples folded the people. 5. Jesus said, Let the children come to me and do not stop them, because the kingdom of heaven belongs to them. 6. He placed his hands on them and then went away. 7. This event illustrates the power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symbolic seal. 7. At that time Jesus placed his hands on the children as heads and explained that this is the way to God as kingdom. 8. Today we hold the child symbol and realize that we are the children of God and are willing to return to God as presence. 9. To the child of God . 同之意和是合成一体,同是相同。 和同象征老四与我们的经营,表示我们以归根人。 我们首抱和同,表示我们要与老合成一体,同老一样,是说与老和灵永不再分开。 二点和和同,同同和,抱起和同,能避延罗。 三点左手数善当在外,右手数恶居内边,自害相掐怀中抱,能脱久大大截关。 四点现在,让我们应用圣经之语句,有一些人带孩子们。 到耶稣跟前,求耶稣为他们按手祝福。 但是使徒们则被那些人,耶稣说让孩子们到我这里来,不要阻止他们。 因为上帝的国是属于如此的人,耶稣为他们按手祝福然后离开。 从这件事,我们可了解它是对和同之一种预言。 在那时,耶稣把手按在孩子头上并说需如此方能返回天国。 如今我们守暴自海诀,并觉悟我们是上帝的儿子,且愿意回返上帝身边。 Chapter 4 Why do the introducer and the sponsor take an oath at the altar? Before you receive the vow from your teacher, two persons take an oath at the altar one is your introducer and one is your sponsor. Without these two persons, the vow will not be transmitted to you. The introducer vouches for your character and guarantees your good conduct. The sponsor guarantees that the vow is the true path and that the teachings are genuine. A vow is also taken to guarantee that any money which you may donate to the temple will only be used for the printing of books and other such noble purposes. 第四章 第4章 第四章 为什么银保药利愿在点诗还未传道给你之前? 有两个人做你的银宝师兼礼愿银宝你求道,否则,便传诗不可传道给你。 这两人保证你是好人,并发誓他们是引你入正道,并非左道旁门或邪教,他们并非狂红你的钱财。 否则他们愿受天雷诸。你奉献的功德经是来见佛堂。引善书,任何人也不能把它用在私人用途上。 第五章 为什么要立求? 求道,任每个人在为求道前,必须先礼愿,表白他将成心道道,即不泄露天机三宝给任何人。 Chapter 6 How to save human beings Now you have received the Dao which is ineffable, sacred and sublime. You have just been saved by someone, so now you should try your best to spread these exalted teachings to your fellow human beings and urge your family, friends and acquaintances to receive the Dao. This is of great merit for you because you are not only saving someone's physical body from disaster, but you are also saving his true self from the sufferings of reincarnation. Also you not only save that one person because, if he cultivates himself properly, he can also save seven generations of his offspring by his virtue. How great is your merit? 第六章 如何救度众生如今你已得了大道至宝? 你已已被人救度,你已被人救度,你也应该去救度别人。 所以请你尽量地度你家人亲戚朋友求道,让他们亦得蒙上天之恩典,此乃你莫大之功德。 因为你不仅不仅救了他的灵性脱离轮回之苦,并且救他的色身脱离劫难。 同时你不仅是救了一人,假若他真羞,他将能以他的功德来抄八九玄七祖。你的功德何其大雅? 音乐 战 avant 战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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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作曲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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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人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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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第一章 第一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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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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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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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